第461章 清点收获 第二根 王青山和汪如烟各取出一枚蓝色药丸 吞服而下 恢复法力 他们搜走两具尸体上的财物 释放火球烧掉了尸体 抬不向山洞走去 恢复法力后 王青山将从苏伊航身上搜出的几个厨物袋里面的东西 倒了出来 霞光一卷过后 地上多了一大堆东西 王青山和汪如烟对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倒吸了一口凉气 矿石 灵药 木盒 灵竹 妖兽材料都有 数量之多 出乎王青山的意料 他们仔细轻点了一下 价值最高的是灵药 灵药有300多株 大都是百年灵药 500年份以上的灵药7株 其中有三颗600年份的刘燕果 刘燕果是火属性灵果 用来炼制三阶丹药 不成问题 青山 咱们这次收获不少了 我看咱们不要继续乱跑了 等待传送出去即可 汪如烟提议到 此行得到一件法宝级别的顶炉 还有一批炼制法宝的材料 收获已经很大了 遗址里有三阶妖兽 四处乱跑 再次遇到三阶妖兽 他们未必能跑掉 王青山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不知十八叔怎么样了 还有十二弟 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吧 他的本命法器被毁 对敌少了一份依仗 没必要再四处乱跑 某个地下洞窟 王青俊摊坐在地上 满脸疲惫 目中满是喜色 金甲卫士站在他的身前 一动不动 手上的金色长刀 有好几个手指大的缺口 石壁上有一个巨大的坑洞 隐约可见金红两色光点 他一直在开采赤金矿石 从未离开过此地 小半个时辰后 王青俊的神石 恢复得七七八八 给金甲卫士换了零食 法爵一掐 金甲卫士继续挥舞金色长刀 朝着石壁劈去 某个隐秘的山洞内 王长豪盘坐在地上 面色苍白 双目紧闭 左臂不翼而飞 山洞的洞口被封死了 树枝二阶傀儡兽站在一旁 一动不动 过了好一会儿 王长豪睁开了双眼 长松了一口气 若不是王青山 迎走了三阶妖情 他恐怕就死了 遗址里有三阶妖兽 他又断了一只手 不敢再擅自行动了 他已经想好了 就在山洞里待着 等待传送出去 说起来 他的运气差到极点 好在没有丢掉性命 也不知王青山三人怎么样了 七日后 王长豪只觉得 一股强大的犀利凭空出现 他急忙收起所有的傀儡兽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骤然出现在一座荒凉的高山上 王长豪朝着四周望去 看到了数位筑基修士 有唐国修士 也有卫国修士 他的神色有些紧张 放出树枝二阶傀儡兽 满脸戒备 遗址已经关闭了 各回各家 一道魂后的男子声音 从天际传来 话音一落 十几道顿光 从附近的山头飞起 向某个方向飞去 其他修士望了一眼 王长豪放出来的傀儡兽 有些忌惮 他们放出飞行法器 向各自的筑地飞去 现在出了遗址 想要开打 也要问过杰丹七修士 王长豪长松了一口气 跳到一只飞鹰傀儡的背上 法掘一掐 飞鹰傀儡 双翅轻轻一拍 朝着高空飞去 没过多久 王长豪就看到了百灵门的弟子 降落在百灵门的弟子之中 汪如烟 王青山和王清俊 已经回到了百灵门的弟子之中 看到王长豪 他们三人都很高兴 两百名筑机修士进入遗址 只有一百多名筑机修士 活着离开遗址 活着离开遗址的筑机修士 一个个脸上满是笑意 唐国的筑机修士 简缘比较多 毕竟他们进入遗址的人数比较少 被针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最惨的是百寿宗的弟子 一个人都没有活着出来 百寿宗宗主鲁哲的脸色异常难看 苏一航可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 特意赐下三阶符传和护身灵符 居然没能活着出来 李道友 遗址里面有三阶妖兽吗 我们百寿宗的弟子 居然一个也没有活着出来 听了这话 王青山和汪如烟心中一景 神色如常 看到鲁哲的脸色很难看 李海峰望向门下弟子 你们遇到了三阶妖兽吗 有人遇到过百寿宗的弟子 回李世博的话 遗址里有三阶妖兽情妖虫 数量不多 不过实力比较强 本宗多位弟子 就死在一只三阶妖兽手上 其他门派的弟子 也向师门长辈传音汇报情况 有人遇到了三阶妖兽 有人遇到三阶妖虫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他们既然选择进去 没能活着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命 经杨宗的遗址关闭了 下一次开启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咱们各回个家吧 李海峰开口建议道 广东人等结单休士也没有反对 他们都急着返回查看自己弟子的收获 就这样 他们各回个家 广东人带着百灵门弟子 和汪如烟四人离开了 汪如烟的神情有些忐忑 担心广东人询问王家修士 在遗址里的收获 让他大松一口气的是 广东人并没有过问一句 反而亲自把他们送回青莲山庄 广东人已经知道叶瞳等人的收获 那些灵药足够他修炼到结单九层 汪如烟四人得到什么东西 那是他们的机缘 广东人不会过问 当然了 主要是王长生结单了 否则广东人肯定要过问 王道友若是出关 希望他履行约定 等夫君出关 一定将师父这番话转告夫君 请师父放心 汪如烟公生说道 广东人对王家确实不错 王长生自然不会背信弃疑 广东人点点头 带着门人弟子离开了 没过多久 汪如烟四人就出现在议事厅之内 以旨执行 他们发了一大笔财 那些东西加起来 价值超过百万零食 除此之外 还有一批预检 查看了多枚预检后 汪如烟发现 那座洞府的主人 确实是原音修士 其中一枚预检 记载了此人留下的炼气心得 附带数种法宝的炼制之法 最珍贵的是一件叫 山海珠的法宝的炼制之法 堆放在地上的炼气材料 就是炼制山海珠的材料 有三分之多 那件蓝色巨顶叫九胶顶 严格来说 此顶是一件炼气炉 专门用来炼气的法宝 顶内的三滴黑色液体 是一元重水 一元重水 是一种珍贵的水属性材料 一滴一元重水重若万金 怪不得汪如烟耗尽法力 才能收走九胶顶 除了这些东西 还有多门功法 一门可以修炼到 原因期的选品功法 九元金玉绝 两门可以修炼到 结单期的选品功法 分别是 长春化原宫 和玉林密册 九元金玉绝 是金属性功法 长春化原宫 是木属性功法 至于玉林密册 适合那些 喜欢驱使灵兽灵情的修仙者修炼 第462章 探险 第三根 遗憾的是 没有地品功法 一枚蓝色玉检里 记载了洞府主人的名字 此人道号名水上人 从此人的道号 还有其他玉检的记载来看 此人应该是修炼 谁属性功法 可是并没有谁属性功法 除了九胶顶 没有第二件法宝 汪如烟大胆猜测 名水上人准备炼制山海珠的时候 突然有客来访 他出去接待客人 紧接着妖族杀上金阳宗 名水上人匆忙离开洞府 再也没有回来过 至于他所修炼的功法和法宝 应该都戴在身上 九胶顶 只是一件炼气炉 拿来御敌有些勉强 山海珠是一件重量型的法宝 适合王长生使用 可惜只有材料 不是成品 十八地 你安心在族内调养 青山青郡 你们这几年 老是在族内修炼 先别外出猎杀妖兽了 两年后 你们去一趟太义仙门 把那三颗六百年份的流燕果 和一笔零食给名人书送去 汪如燕神情凝重地叮嘱到 三年后 汪明人要进入太阴秘境 有一定几率 找到天地灵水 汪如燕自然不能让汪明人白白出力 他要给汪明人送一些东西 让他感受到家族的温暖 增强汪明人对家族的归属感 才会心甘情愿地回报家族 王长豪三人连声答应下来 他们上交家族的东西 全部转换成功德点 汪如燕获得了一大笔功德点 王清俊操控傀儡兽 开采赤金矿石 开采出数千斤赤金矿石 也获得一大笔功德点 家主 你将二阶炼器材料 妖兽材料 尽快出售掉 换成零食 争取在夫君出关前 为他弄一件防御法宝 知道了 九婶 我会尽快处理掉这些材料 争取利益最大化 王清凯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汪如燕四人带回来的东西不少 矿石 灵竹 百年灵药这五种材料 全部出售掉 就能弄到十几万灵石 王家现在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无债一身轻 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 就是为王长生弄一件防御法宝 闲聊了一会儿 汪如燕五人各回各地住处 遗址一行 汪如燕经历多场生死厮杀 感觉瓶颈有所松动 他打算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希望能进入筑基七层 当天晚上 汪如燕跟儿孙一起用碗扇 望着两个曾孙稚嫩的小脸 汪如燕脸上满是宠蜜之色 清智 珊珊 我打算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家里的事情 你们多用点心 照顾好我的两个曾孙 知道了 娘 您放心闭关吧 汪如燕跟两个曾孙斗完了一会儿 起身离开了 进入密室闭关修炼 他在一张绿色蒲团上盘坐下来 闭上了双眼 没过多久 他的体表浮现出一阵清光 一枚眉玄奥的音符 凭空在他的周身浮现 隐约组成一首乐曲 吴国 断魂渊 断魂渊位于吴国东北部 连绵数千里 传闻人妖两族的高阶修士 在此斗法 打得天崩地裂 有不少修士惨死在此地 尸横遍野 断魂渊由此得名 断魂渊的灵气淡薄 妖兽资源稀少 含有人计 这一日 一道蓝色顿光从远处天际飞来 几个闪动后 飞入断魂渊之中 一展察的时间后 蓝光在一面陡峭的石壁面前停了下来 蓝光是一艘蓝色非洲 上面站着三男两女五名助击修士 王明江也在里面 有了孩子之后 王明江负责猎杀妖兽 莫采云留在家里照顾儿女 传授儿女修仙知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猎杀妖兽短则一两个月 长则大半年 他们总不能丢下儿女不管吧 男主外女主内 王明江只好背负其养家的重任 莫采云照顾儿女 两个月前 一位好友邀请王明江寻宝 说是发现了古修士洞服 不过他只愿意带上一人 王明江跟莫采云商量 两人再三合计 王明江跟随好友寻宝 莫采云留在方式里 照顾孩子 王明江想过了 寻宝之后 就带着妻儿返回家族 他想要给儿女一个好的未来 纵然他做错了事情 孩子是无辜的 有家族培养 儿女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若是能找到宝物返回家族 那是最好不过了 李道友 你说的地方就在这里 王明江皱着眉头说道 他早就放开神石 将附近扫视了一遍 并没有任何发现 一名庞大妖园的黄山青年 微微一笑 取出一杆黄色令旗 朝着虚空一晃 一道黄光飞射而出 一闪 即逝地没入石壁不见了 石壁亮起无数的黄色符纹 涌出一大片黄色雾气 黄色雾气散去后 露出一个仗许宽的洞口 走吧 洞府就在里面 不过需要五位筑机修士 才能破除静置 黄山青年解释了一句 抬步走了进去 其他人互望了一眼 跟了上去 王明江跟在最后面 他们刚一走进山洞 洞口冒出一大片黄色雾气 化为一堵黄色土墙 就算有筑机修士路过此地 也不会发现此地的异常 山洞两侧的石壁凹凸不平 可以清楚地看到 开凿的痕迹 穿过一条弯弯严严的通道后 一个宽敞的石窟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石窟内寸草不生 看上去有些荒凉 李道友 你说的古秀士洞府呢 到了这个时候 你就别卖关子了 一名浓眉大眼的红山大汉 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这我没说到 黄山青年微微一笑 取出一杆黄色令旗 冲着左手边的石壁轻轻一晃 一道黄光飞射而出 没入石壁之中 石壁顿时涌出一大片黄色雾气 黄色雾气溃散后 露出一扇丈许高的五色光门 光门表面遍布五颜六色的符纹 看起来颇为奇怪 在五色光门后面 则是一扇青色石门 看起来 确实像是古秀士洞府 真的是古秀士洞府 天助我眼 快动手破解禁制吧 红山青年似乎是急性子 就要放出法器攻击禁制 却被黄山青年拦住了 红道友 且慢 这道禁制 是小五行金刚阵 防御力极强 我请教过多位阵法师 想要破解此阵 需要五名修炼 不同五行属性功法的助击修饰 连手攻击才有可能破掉此阵制 黄山青年微微一笑 缓缓解释道 第463章 法宝 第一根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一起祭出法器 破除阵制吧 红山大汉开口催促道 祭出一只红色葫芦 长大后 葫芦口冒出赤色火焰 王明将四人互望了一眼 互相点了点头 纷纷祭出法器 攻击五色光门 在五人连手攻击下 五色光门表面荡起一阵涟漪 五色符文狂闪不已 一盏茶的时间后 在一声巨响之中 五色光门溃散不见了 五色光门后面的青色石门 被五颜六色的法器机的粉碎 一个十几丈大小的石室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石室左右两侧的石壁上 各有一块月光石 月光石散发出的柔光 将石室照得明亮 石室中央 有一具人形骸骨 身上披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黄色衣衫 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 人形骸骨左胸处的肋骨断了几根 又必消失不见了 在人形骸骨的腰间 有一个深黄色的储物袋 身前有两个蓝色蓝色瓷瓶 看样子 这位古修士身前受了重伤 再次疗伤 可惜伤势过重 没能活下来 看到人形骸骨腰间的黄色储物袋 王明将五人的目光都变得火热起来 纷纷拉开了距离 给自己施加一道防御护照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他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互相防备 谁也不相信对方 静止这么容易就破掉了 应该是筑鸡修士的作画洞府而已 大家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红山大汉嘴上这般说着 左手扣着三张百剑符 王明将取出一枚淡蓝色的圆珠 满脸戒备地望着其他人 五名筑鸡修士 修为最高的是黄山青年 筑鸡六层 修为最低的是红山大汉 筑鸡三层 王明将是筑鸡四层 属于中等 他的法力比同阶修士精纯 又是体修 真的打起来未必吃亏 哼 你当我们眼瞎吗 你手上扣着的百剑符是什么 一名青群少妇冷笑道 取出一颗火红色的圆珠 扣在手上 黄山青年眉头一皱 道 好了 这里如此狭小 打起来 谁都占不到便宜 说不定真的是筑鸡修士的作画洞府 先把储物袋的东西倒出来看一看再说 红道友 由你去取下储物袋 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对此 另外三人都没有意见 红山大汉见此情形 也没有推辞 小心翼翼地向人形骸骨走去 他摘下了黄色储物袋 示意其他人退出实事 来到外面 当着四人的面 红山青年将黄色储物袋往下一道 一大片黄色霞光卷过后 地上多了一大堆东西 十几个木盒 数个瓷瓶 数件光芒暗淡的法器 十几块颜色各异的矿石 十几枚玉茧 一个金色玉霞 一个巴掌大小的黄色葫芦 一把红光闪闪的短刀 和一个贴着蓝色符转的蓝色玉盒 红色短刀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灵气波动 灵光闪烁 显然是法宝 看到法宝 王明将五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 每个人的目光充满了火热之色 洞府是我发现的 那件法宝归我 黄山青年沉声说道 目光紧紧盯着那件红色飞刀 红山大汉点了点头 这是自然 礼道有接住 他拿起红色短刀 朝着黄山青年丢去 他并没有丢出红色飞刀 而是寄出了一颗深红色的圆珠 砸向黄山青年 黄色青年早有防备 寄出一面黄色盾牌挡在身前 轰隆隆 一声震耳欲聋的暴鸣声响起 一团耀眼的火光 骤然在石室内爆裂开来 气浪滚滚 黄山青年的偷袭 并未伤到任何人 他收起红色短刀 袖子一抖 地上的东西分作三团 朝着王明将三人飞去 他往身上拍了一张金色符传 化为一道金光 向来路飞去 他的修为最低 若是打起来 他未必占得到便宜 他拿了大头 其他人也有收获 这样一来 其他人不会死盯着他不放 黄色胡萝 两个木盒 三个瓷瓶 和两枚 预检向王明将飞来 他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另外两人也不客气 收起飞到跟前的东西 施法逃跑 拿到好处 傻子才会留下 王明将捏碎一张土盾符 在一团黄光的包裹之中 钻入石壁不见了 另外两人分别捏碎火盾符 和木盾符 化为点点灵光消失不见了 从红山大汉偷袭 到王明将四人分散逃跑 不到两个三个呼吸 黄山青年根本来不及阻拦 或者说 他根本不打算阻拦 黄山青年的嘴角露出一抹讥讽之色 道 哼 这些白眼狼果然靠不住 若不是破解小五行金刚阵 需要五名修炼 不同五行属性功法的筑机修饰 我才不会找你们呢 你们倒是精灵 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过我也不傻 我倒要看一看 你们能跑多远 王明将在一团黄光的包裹下 快速在石壁了穿行 没过多久 他就出现在石壁外面 他正要祭出飞行法器逃跑 惊讶地发现 一道淡黄色的巨大光幕 犹如一只黄色巨腕一样 将它罩在里面 黄色光幕表面 遍布无数的黄色符纹 这些黄色符纹闪烁不停 灵光流转不定 前方亮起一道青光 现出一名青群女子的身影 他的脸上满是惊疑之色 惊呼到三阶阵法 不对 是用三阶阵符布下的三阶阵法 哼 就算是用阵符布之下的三阶阵法 也不是你们能破解的 一道有些沙哑的男子声音响起 语气中充满了讥讽之色 王明将顺着声音的源头望去 看到一名高高瘦瘦的黑袍男子 筑击六层 不远处亮起一阵耀眼的红光 现出一名中年如生的身影 与此同时 红杉青年所画的金光也被黄色光幕拦住了 现出了身形 红杉青年眼珠子一转 说道 诸位道友 李道友一开始就心怀不轨 咱们合力杀死他们才能活命 这件法宝 洪某愿意让给其他道友 他取出飞刀法宝 丢到中年如生的面前 中年如生有筑击五层的修为 在这个时候 法宝就是一块烫手山芋 搁在谁手上都烫手 第464章 孔雀灵 第二根 中年如生看都不看脚下的红色飞刀 神情淡漠地望着黑袍男子 动手 中年如生 祭出六枚金灿灿的流星镖 化为六道金光 直奔黑袍男子而去 王明江三人对视了一眼 纷纷祭出法器 攻击黑袍男子 面对四名助击修士的攻击 黑袍男子不慌不忙 祭出一把乌光闪闪的小伞 撑在头顶 黑色小伞轻轻一转 一片黑色霞光凭空出现 照住黑袍男子全身 他在一抬手 一道乌光从中飞出 赫然是一枚巨大的四方铜钱 铜钱表面有一只栩栩如生的乌龟 王明江四人释放出的法器 一靠近黑袍男子三丈 顿时失去了控制 纷纷朝着黑色铜钱飞去 他们祭出的法器 死死地贴在黑色铜钱上面 任凭他们如何催动 都没能挣脱出来 利用法术攻击他 中年如生眉头一皱 一把持许长的金色短刃 轻轻一挥 一大片金色刀影瞬间飞出 斩向黑袍男子 王明江三人也纷纷释放法术攻击黑袍男子 没有人注意到的是 红山大汉缓缓向后退去 各色法术积在黑色霞光上 黑色霞光纹丝不动 这个时候 黄山青年冲出了山洞 他二话不说 祭出一只巴掌大小的黄色葫芦 一道法掘打在黄色葫芦上面 黄色葫芦瞬间长大十几倍 一阵呼啸声响起 一大片黄色锋刃飞射而出 气势汹汹地 斩向中年如生 他在一拍腰间零售带 一道黄光从中飞出 赫然是一只被生三条尾刺的黄色巨蟹 体标有一些黑色斑点 黄色巨蟹口中发出一声怪鸣 扑向中年如生 中年如生顿时压力大增 诸位道友 不要留手了 否则咱们谁都跑不了 中年如生大喊了一声 祭出一张黄色大网照向黄色巨蟹 黄山青年和黑袍男子以二敌似 一副信心满满的模样 应该有其他底牌 王明江想了想 目中闪过一丝绿色 他一拍储物带 一道蓝光从中飞出 落在他的手上 蓝光是一杆仗许长的蓝色长枪 枪头酷似一条舌头 枪尾有一个V形的分叉 韩莽枪 上平法器 他双手握着蓝色长枪 朝着黑袍男子冲了过去 一般来说 修仙者大都是使用法器 法术远程攻击敌人 近身攻击 只有体修才会这样做 不好 他可能是体修 小心 黄山青年脸色微变 提醒道 黑袍男子急忙祭出一颗黑色圆珠 砸向王明江 王明江一声轻鹤 手腕一抖 手中的寒莽枪化为重重枪影 一大片蓝色寒气席卷而出 轰隆隆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一大片黑色雷光淹没了王明江的身影 两个呼吸不到 黑色雷光散去 王明江体表照着一道淡蓝色的光幕 他毕竟猎杀妖兽多年 自爆法器没有这么容易伤到他 就在此时 他的脚下骤然亮起一阵耀眼的黄光 两只巨大的黄色大手 闪电般从地底钻出 一下子抓住了王明江的双脚 紧接着 附近的地面骤然凹凸不平 数十枚黄色尖锥从地底钻出 刺向王明江 王明江眉头一皱 手中的寒莽枪一晃 一大片蓝色枪影席卷而出 将黄色尖锥鸡的粉碎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响起 不远处的地面多出一个巨坑 冒着一片热气 很快 一名体表穿着一件黄色铠甲的男子 从地底钻了出来 此人贼眉鼠目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再不拼命 就没有机会了 中年如生大声喝道 捏碎一张红光闪闪的符传 化为一条体型巨大的赤色火胶 灵甲森 争名异常 赤色火胶 一个摇头摆尾 冲向黑袍男子 红杉大汉和青群女子 各祭出两剑法器 攻击黄杉青年 王明江一声大鹤 手中的寒莽枪光芒一掌 朝着四周的地面砸去 红隆隆 地面四分五裂 两只黄色大手破碎开来 赤色火胶冲向黑色铜钱 将黑色铜钱击飞出去 王明江取出一颗淡蓝色的圆珠 丢向黑袍男子 蓝色圆珠仪靠近黑袍男子石杖 顿时爆裂开来 化为一股刺骨的寒气 以黑袍男子为中心 方圆数十丈的地面都结冰了 黑色霞光表面 浮着一层厚厚的冰层 犹如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球一般 王明江磅礴的法力 疯狂涌入韩莽枪 韩莽枪亮起无数的符纹 枪头一个模糊 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扭曲不停 张口吐出蛇性子 他手腕一抖 韩莽枪脱手而出 化为一道蓝色长红 击向白色冰球 咔嚓的一声轻响 白色冰球被击得粉碎 一面黑色盾牌挡住了寒莽枪 两把青色飞刀绕到黑袍男子身后 斩向黑袍男子 黑袍男子的神识 探查到两件法器向自己斩来 急忙往身旁一滚 反应还是迟了一步 左臂被两把青色飞刀斩下 血流不止 他连忙寄出一颗黑色圆珠 滴溜溜一转 喷出一大片黑色雾气 笼罩住他全身 你们找死 黑色雾气之中传出黑袍男子怨读的声音 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从黑色雾气之中飞出 赫然是一个金灿灿的圆筒 前端刻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鸟手图案 尾部五颜六色 金色圆筒绽放出刺眼的金光 化为一只体型巨大的五彩孔雀 不好 这是孔雀灵 五彩孔雀发出一声清鸣 巨大的翅膀展开来 轻轻一扇 痴痴地破空声大作 密密麻麻的淋雨击射而出 击向王明江四人 听到孔雀灵三个大字 王明江脸色大变 这件杀气威名赫赫 还有助击修士能挡下孔雀灵的攻击 不过此物价格昂贵 还有人买得起 王明江急忙寄出一面蓝色盾牌 瞬间胀大挡在身前 并往身上拍了两张二阶防御符传 数十枚灵雨 击在蓝色盾牌上面 响起一阵雨打芭蕉的声音 不过很快 数十道蓝光就洞穿了蓝色盾牌 赫然是数十枚蓝色飞针 灵光闪闪 赫然是上瓶法器 几声闷响 王明江体表的防御 全部被数十枚蓝色飞针击碎 他双臂往脑袋前交叉一挡 十几枚蓝色飞针击在了 他的手臂上 部分击在他的胸口 响起一阵闷响 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胸口隐约可见一件蓝萌萌的锁子甲 两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中年如生和轻群女子 被密密麻麻的飞针洞穿身体 倒在了血泊之中 红杉大汉一口气 祭出两件上瓶防御法器 同时往身上拍了两张二阶防御符传 这才挡住孔雀灵的攻击 他望着中年如生和轻群女子的尸体 目中露出一丝恐惧之色 连忙取出一张银灿灿的符传 符传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灵气波动 不好 三阶符传 黄山青年感受到银色符传散发出的强大灵气波动 脸色微变 尸声说道 吃我一张三阶雷霄符 红杉大汉大喝了一声 做出一个抛出三阶符传的手势 黄山青年三人连忙散开 并祭出防御法器抵挡 趁此机会 红杉大汉将手上的银色符传 往淡黄色光幕一抛 符传化为一道荧光 击向黄色光幕 这张符传不是攻击符传 而是破镜符 要是三阶攻击符传 他刚才早就祭出来灭杀其他人了 荧光击在黄色光幕上面 黄色光幕荡起一圈圈的波纹 化为点点灵光消失不见了 红杉大汉面露喜色 往身上拍了一张金色符传 化为一道金光破空而走 王明江祭出数张大火球符 化为数颗水缸大的巨型火球 砸向黄山青年三人 他捏碎一张金光符 化为一道金光破空而走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一大片赤色火光拦住了黄山青年三人 火光溃散后 黄山青年三人面面相去 目光紧盯着散落在地上的红色飞刀 第465 回家 第三更 跑了两个人 他们身上兴许还有法宝 法宝归我 你们分了他们两个的除物袋 咱们再去追他们 黄山青年提议道 黑袍男子淡然一笑 道 放心 他们跑不远 那些飞针都涂抹了多种毒药 他们越是使用法力 毒性发作得越快 我有一只二阶的鼠符 嗅觉灵敏 追上 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咱们还是来谈一谈宝物的归属吧 法宝归礼 倒有没有问题 那个男的身上的财物都归我 黄山青年 望向另一名男子 男子没有意见 若是宝物权在这里 他们兴许会大打出手 可是两名助击修士逃跑了 他们肯定要克制 谁知道另外两人身上 还有多少好东西 分了东西之后 黑袍男子收起孔雀灵 放出一只体型巨大的黑色蝙蝠 蝙蝠有一条长长的尾部 脑袋奇小无比 三人跳到黑色蝙蝠的背上 黑色蝙蝠拍打着翅膀 向高空飞去 某片一望无际的密铃 王明江的面色苍白 满头大汗 该死 非真理有毒 他咒骂了一声 急忙取出两枚蓝色药丸 吞服而下 一道黑光从远处飞来 落在他的身前 正是莫彩云 早在王明江出发之前 他们就商议好了 莫彩云负责接应王明江 就是预防杀人夺宝 夫君 你没事吧 莫彩云关切地说道 王明江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中毒了 快走 从地面逃走 他们快要追来了 莫彩云点点头 取出一把黄色短齿 轻轻一晃 放出一大片黄色霞光 罩住他和王明江 两人钻入地底不见了 半个时辰后 一只体型巨大的蝙蝠 从远处飞来 这个家伙是体修 抵抗力应该强一些 不过混合毒根本无药可解 除非他弄来三接的解毒单 李道友 人是你找来的 你知道他的住所吗 黄山青年点了点头 道 知道 在天泉山 他还有一位双修道旅 三个孩子 肯定跑不远 拖家带口的 肯定跑不了 咱们去天泉山 黑色蝙蝠双翅一拍 朝着远处飞去 魏国 清连山庄 制服院 王清云正在炼制一阶飞行伏兵 五名族人围在一旁观看 家族设立了九个分院 分管不同的事务 王清智负责农鱼院 管理灵田和灵鱼 王长焕负责炼器院 管理炼器 王清灵负责灵兽院 灵兽 灵晴和灵虫都归他管理 王长岳负责镇法 王清智负责炼丹 王长豪负责战力院 王长明负责讲道院 传授修仙知识 王清远负责术物 人事的调动和财物都归他管 每一个分院 又分为多个堂口 负责不同的事务 以王清云负责的制服院为例子 制服院下辖三个堂口 分别是制服堂 福纸堂 材料堂 三个堂口 有三十名族人 制服堂负责炼制福转 人数比较少 福纸堂负责制作空白福纸 单纱 符纸等制作符传的材料 制服师炼制出来的符传 会交给王清云 王清云会转交给家族 每个月上交的符传数量越多 王清云获得的功德点越多 其他人也一样 一名王家族人出生之后 五岁后检测灵根 没有灵根就送去世俗 有专人抚养长大 拥有灵根就进入讲道院 学习修仙知识 十岁之后 陆续进入其他分院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主要是看看他们喜欢哪一门技艺 加以引导 对炼丹感兴趣的族人 十八岁后可以前往炼丹院 若是能通过王清云的考核 可以留在炼丹院做事 若是什么技艺也学不来 那就只能外派出去 在王家开设的店铺做店小二 或者负责押送货物 或者采买商品 又或者打探消息 这类族人是最多的 不是每一位修仙者 都能掌握一门技艺 王家的筑机修士太少 只有部分筑机修士 掌握一门技艺 像王长豪 王清山 王清俊都是负责 一枚又一枚青色符纹 出现在王清云的笔下 画完最后一枚符纹 青色纸鹤顿时青光大放 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双翅展开 轻轻一扇 体型暴涨 在院子上空盘旋不定 王清云一抬手 青色纸鹤快速恢复原来的大小 落入王清云的手上 一接下品飞行浮兵 你们已经观摩多次了 看明白没有 王清云收起青色纸鹤 望向周围的族人 和颜月色地问道 好像明白了 不过要练习一下 才知道明不明白 好 你们慢慢练习 一接符兵的练制难度 比一接符赚高多了 价格也高 若是能练制出飞行符兵 你们的待遇也会提高 你们加油吧 有什么不懂的 就来问我 知道了 五姐 五姑 现在青字被是王家的中流砥柱 秋字被陆续长大出来做事 一时听 王清凯正在跟王清山 王清俊二人说着什么 七哥 十二点 你们一定要将东西 交到名人书手上 快去快回 他们闭关两年 王清山依然是筑基五层 不过王清俊侥幸进入筑基三层 他们准备前往太义仙门 给王名人送一些修仙资源 家主放心 我们一定亲自把东西交到名人书手上 送完东西 我们立刻回来 王清山答应下来 和王清俊转身离开了 路途遥远 他们没有带其他人 除了青莲山 王清山放出三手脚 三手脚载着他们二人向高空飞去 他们前脚刚一离开 一道清光从远处飞来 正是王长泰 王长泰满脸惊慌 快步向山上冲去 半个钟后 一只火羽鹰从青莲山庄之中飞出 王清凯 王清齐和王长泰坐在火羽鹰的背上 三人的脸色异常难看 青莲方式 某间客栈 王明江躺在床上 双目紧闭 满脸黑气 莫采云站在床头边 脸上满是泪水 王长信等三人站在一旁 稚嫩的小脸上满是茫然之色 嗯 王明江睁开了沉重的眼皮 莫采云擦干脸上的眼泪 关切地问道 夫君 你怎么样了 我们回到青莲山没有 王明江的语气有气无力 他强撑着一口气 就是为了返回青莲山 好证明儿女的身份 回到了 回到了 夫君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们王家出现一位结丹修士了 是你的侄子王长生 他已经结丹了 他肯定有办法救你的 莫采云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安慰道 长生结丹了 王明江眼眸一亮 欣慰地点了点头 结丹好 结丹好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外面传来 王清凯三人快步走了进来 二十一书宫 清奇 快给二十一书宫看一看 王清凯看到满脸黑气王明江 顿时红了眼 急忙冲王清奇说道 第四百六十六 落叶归根 第一更 王清奇快步走上前 他正要给王明江查看伤势 王明江一把抓住了王清奇的右手 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声音说道 清奇 我中了混合之毒 拖延太久 我没救了 我撑到现在 就是想告诉你们 彩云是我的妻子 你们要好好待她 长信他们是我的子嗣 你们要好好栽培他们 王清奇想要说点什么 被王明江拦住了 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快不行了 你让我把话说完 他从怀里取出一个黄色储物袋 递给王清奇 接着说道 这里面的东西 交给长生 他应该能用得上 我这次没有杀人夺宝 是我用命换来的 长信 你们以后要团结一心 遵守族规 好好听你们九哥和娘亲的话 知道吗 夫君 你别说了 莫采云的美眸中有泪花转动 他望向王清凯 问道 你们族内的结单修士呢 他怎么没来 王清凯面露难色 解释道 九叔在闭关修炼 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能打扰九叔修炼 他接到汇报 立刻就带着王清奇赶来了 他没有想到 王明江的伤势这么重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夫君都快要死了 他还不来 莫采云大声咆哮道 满脸泪水 采云 别说了 就算长生来了 我也没救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你别怪清凯 我 王明江的话还没说完 剧烈的咳嗽 喷出一大口黑血 莫采云欲容大便 扑倒在床前 夫君 夫君 你怎么了 王明江的脸色胀得通红 他死死地抓住王清奇的手臂 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想回家 清奇 我能葬在家族墓园吗 王清奇红着眼睛 点了点头 眼泪不受控制地溢了出来 二十一书公 您不会有事的 我这就去通知九叔 王清凯擦了擦眼泪 转身往外走 王明江听了这话 脸上露出一抹欣慰之色 断气了 家主 不用去了 二十一书没有了 王长泰叫住了王清凯 满脸悲痛地说道 王明江一死 莫采云哭得死去活来 王长信和王长信也哭了起来 王长信手上抱着的王长青也跟着哭了起来 王清凯派王长泰回去通知其他族人 王明江已经死了 他也就没有通知王长生 这些年 陆续有族人去世 王清凯都没有通知王长生 王长生是家族的支柱 除非事关家族的生死存亡 否则王清凯不会打扰王长生修炼 一斩茶的时间后 王清智 王清云 王长焕 王清远 陆续走进王明江所在的房间 得知王明江去世 他们都异常悲痛 名字背得族人不多了 好了 叔婆 您不要太悲伤了 我们会好好安葬二十一书工的 我们会善待 您和长信书他们的 王清云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安慰道 莫采云擦了擦泪水 满脸惆怅 王明江死了 就剩下他们孤儿寡母 说实话 他不想留在王家 不过带着三个孩子 他实在不方便 把孩子丢在王家 他又做不出来 他跟着王明江回到魏国 其实就打算留在王家了 遗憾的是 王明江没能活下来 是啊 叔婆 您放心 二十一书工虽然不在了 还有我们 我们都是 您和长信的家人 王清凯出生附和道 语气诚恳 王明恒点了点头 道 嫂子 你和长信安心留在青莲山庄 明江哥虽然不在了 还有我们呢 以后 我们就是 你们的家人 王明恒是王耀龙最小的儿子 王明仁的兄弟 夫君他生前一直挂念着回家 他想带着长信 他们回家 认祖归宗 这是他的遗愿 我自然不会违背 莫彩云叹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现在三个儿女是他最大的牵挂 也是他的精神支柱 叔婆 我是家主王清凯 麻烦您先跟我们回家 将事情的经过跟我们说一遍 我们想知道 二十一书工是怎么出事的 莫彩云答应下来 带着王长信兄妹三人 跟着王清凯等人回家 王明恒留下 和几名族人料理王明江的后事 一展查的时间后 王清凯一行人出现在议事厅 莫彩云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王清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说道 如此说来 都怪那伙贼人 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替二十一书工报仇的 亲智 你先带叔婆他们下去休息 给他们安排一个好一点的住所 王清智应了一声 带着莫彩云四人离开了 二十一书工临终前 把这个储物袋交给了我 王清智取出一个黄色储物袋 递给王清远 王清远接过储物袋 袋口朝下一抖 一片黄色霞光卷过后 地上多了一大堆东西 当着其他人的面 王清远取出账册 详细记录下每一件东西 法器 符传 妖兽材料 丹药都有 有一面传影盘 王明江详细介绍了 他跟莫彩云认识的经过 他再三强调 王长信三人是他的骨肉 王家族人要善待他们 有传影盘的影像 加上王明江临终的遗言 王清凯自然不会怀疑 王长信三人的身份 王清远拿起一个黄色葫芦 轻轻摇晃了一下 里面想起一阵闷想 好像是沙子 他打开葫芦盖 倒出一大片黄色细沙 每一粒黄色细沙 闪烁着一阵黄色灵光 散发出一股精纯的土属性灵气 王清远拿起一粒黄色沙粒 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符文 赫然是法宝 二十一书宫居然弄回一件 图属性的法宝 不知道九书能不能用 王清凯有些兴奋地说道 他只知道 王长生修炼谁属性宫法 至于王长生的灵根属性 他并不清楚 家主 一件法宝 能兑换多少功德点 王清远拿不定主意 一件法宝 最少五十万灵石 他不过是炼七七 根本拿不定主意 一件法宝 多了不好说 兑换三枚铸鸡丹的功德点 肯定没有问题 这件法宝 等九书出关 再做定夺吧 二十一书宫为家族弄回一件法宝 要提高叔婆他们的待遇才行 不能怠慢了他们 否则二十一书宫九拳之下 也不会瞑目 王清凯点了点头 道 这是自然 无解 这段时间 你陪在叔婆身边 给他介绍家族的情况 另外检测长信书和长信箍的灵根 带他们去藏经阁挑选功法 知道了 家主 我会帮助叔婆安定下来 让他们体会到家族的温暖 若是长信书和长信箍 对福传之术感兴趣 我可以教他们制福 一个月后 王明江风光大葬 王清庆也赶回来参加葬礼 在一众王家族人的见证下 王长信 王长信 王长青兄妹三人祭拜祖先 名字列入祖谱 正式成为家族的一份子 他们兄妹三人的年纪比较小 王长信和王长信 先进入讲道院 学习修仙知识 有些尴尬的是 王明江原先的道理还在 大儿子王长阳已经成亲 突然多出一位姨娘和三位弟弟妹妹 王长阳和他母亲有些不适应 不过莫采云是助击修士 王长阳和他母亲也不敢给莫采云脸色看 王明江带回来一件法宝 王清凯并没有对外透露 至于王明江所获得的功德点 更没有透露 要是让孤儿寡母知道 王明江留下一大笔功德点 还不吵翻天 第467章 三人行 第二更 太义先门 某座幽静的院落 冷如妹坐在石椅上 王明人站在一旁 神色恭敬 王师指 那个地方有两只二阶上品的妖兽 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 只要你能带出那几株灵药 我绝对亏带不了你 王明人犹豫片刻 说道 师父也需要弟子寻找几种灵药 弟子需要先找到师父所要的灵药 才能去寻找冷师叔所要的灵药 冷如妹满意地点了点头 取出一块蓝色手帕 道 没问题 这是那几株灵药所在的位置 王明人接过蓝色手帕 答应下来 一只只鹤伏兵飞了进来 绕着王明人和冷如妹飞转不定 王明人手指一弹 一道法诀打在上面 一道男子的声音骤然响起 王师殿 你的亲族来访 正在银刻殿等候 听了这话 王明人面露喜色 我还有事 就不多留了 冷如妹起身告辞 王明人亲自将她送出去 送走冷如妹 王明人寄出飞行法器 朝着银刻殿飞去 银刻殿 某间时事 王青山和王清俊坐在茶桌旁 神色都有些兴奋 他们是第一次来太义仙门 早就听说太义仙门是数一数二的洞天福地 真正来到太义仙门之后 果然名不虚传 七哥 若是能再次修炼 修炼速度起码提高一倍 难怪二十一书工他们在这里待了十几年 王清俊用一种羡慕的语气说道 王清山微微一笑 道 太义仙门毕竟是七大仙门之一 这并不奇怪 咱们家族也发展起来了 给名人书工送完东西 咱们就回去吧 族内正是用人手的时候 王清俊正想说点什么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王清俊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王名人走了进来 他望了望王清山和王清俊 微微一愣 他年少离家就回去过两次 恰巧王清山和王清俊都不在 只而王清山 王清俊 见过名人书工 王清山和王清俊站起身来 行了一个晚辈 清山 我听长生说起过你 后生可畏啊 怎么样 家族还好吗 王名人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说起来 他的年纪比王清山还要小 托名人书工的福 一切都 这是家主让我们给名人书工送的东西 九审闭关前吩咐过 一定要将东西亲自送到名人书工的手上 王清山说了几句客套的话 取出一个青色储物袋 递给王名人 王名人神识一扫 目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里面的东西之多 超乎他的想象 光是零食 就有三万之多 还有三枚红光流转不定的果实 显然是高年份的火属性零果 他也没有多问 笑着收下了 道 你们一路奔波 也累了 安心在银刻店住下 我陪你们游玩几天 名人书工的好意 指而心领了 族内还有事等着我们处理 实在不便久留 王清山委婉地拒绝了 好吧 既然如此 你们尽快返回族内 你们帮我给长生带一句话 我如果弄到三阶天地灵水 一定会送回族内 是 指而记下了 王名人询问了一下族内的情况 得知金阳宗遗址现实 王名人感到异常惊讶 他并没有过问王清山四人的收获 闲聊了半个时辰 王名人亲自送王清山二人离开 魏国 万蛇谷 某个隐秘的地下洞窟 不时传出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地下洞窟内 赵正 王清庆和李延三人 联手攻击一只杖许高的黄色巨熊 赵正一手土系法术出神入化 或释放一块块黄色巨石 或将一大片区域化为泥沙 李延和王清庆驱使五至二阶下品的傀儡兽 或释放法术 或近身争斗 黄色巨熊不过是二阶中品妖兽 面对三名助击修士 加上五至二阶傀儡兽的攻击 压力很大 王清庆修炼上遇到瓶颈 卡在筑击二层多年 他本想跟随王清山和王清俊一起猎杀妖兽 不过恰逢王清山和王清俊闭关修炼 无奈之下 王清庆邀请李延 赵正一起猎杀妖兽 希望在生死之中化解瓶颈 面对王清庆的邀请 赵正和李延很爽快 就答应下来了 黄色巨熊根本不是他们三人的对手 身上伤痕累累 血流不止 抓住黄色巨熊一个破绽 王清庆法掘一掐 一只蜘蛛傀儡喷出一张巨大的白色蜘蛛网 罩住了黄色巨熊 趁此机会 李延法掘一掐 一只巨蟒傀儡张口喷出一大片飞针 击向黄色巨熊的脑袋 一声犀利的惨叫声响起 黄色巨熊的眼睛被刺瞎了 他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声 双臂抓住蜘蛛网 用力一扯 将蜘蛛网扯得粉碎 他大步朝着李延所在的方向奔来 速度极快 不好 快拦住他 别让他靠近 赵正脸色一变 急忙提醒道 他发掘一掐 双手亮起一阵黄光 蹲下身子 双手往地面按去 两道黄光顺着他的双手 没入地面不见了 下一刻 弟弟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闷响 两只黄色大手 骤然从地底钻出 一下子抓住黄色巨熊的双脚 让他动弹不得 王清庆发掘一变 两只猿猴傀儡 喷出粗大的光柱 击向黄色巨熊 李延也操控傀儡兽攻击黄色巨熊 好 黄色巨熊一声愤怒地咆哮 喷出一股黄蒙蒙的音波 轰隆蒙 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气浪朝着四周席卷开来 黄色巨熊的脸部变得扭曲起来 青筋暴露 抓住他双脚的黄色巨手 出现几道细小的裂痕 裂痕快速扩大 就在这时 一道黄光飞尸而来 停在他的头顶 黄光一闪 赫然是一只巴掌大的黄色印章 黄色印章滴溜溜一转 瞬间长大几百倍 快速砸下 一声惨叫 地动山摇 地面被砸出一个巨坑 赵正法决一掐 巨大印章快速恢复原样 飞回他的手上 上面还沾着血迹 李道友 不是说过了吗 要么一下子取他性命 你这样杀不死他 只是惹恼他 很容易给咱们带来麻烦 赵正皱着眉头说道 这种情况出现多次了 李延爱出风头 不听指挥 好几次弄得妖兽暴走 差一点伤到人 每次都是赵正给李延擦屁股 我也没有想到 这畜生的防御这么强 下次一定不会了 李延笑着说道 语气诚恳 他从小在天兵门长大 父母都是天兵门的弟子 娇生惯养 若不是王清庆主动邀请 他才不会出来猎杀妖兽 他有父母做依靠 本人是二阶中品练习师 根本不必为了临时去猎杀妖兽 赵正听了这话 心中轻叹了一口气 没过多久又犯了 要不是 看在王清庆的面子上 赵正早就 转身走人了 第468章 小仙女和小男孩的故事 第三根 在他看来 李延简直是猪队友 王清庆比李延好多了 虽然父亲是杰丹修士 他一直服从命令 从不擅自行动 猎杀妖兽所得 王清庆出多少力 就拿多少 绝不占人便宜 李延爱出风头不说 每次分财物 他都要多拿一些 赵正叹了一口气 道 希望吧 你要是再这样 咱们迟早要倒霉 听了这话 李延面露不悦之色 好了 天色也不早了 咱们快点处理完 妖兽的尸体 返回方式吧 我听说 有一伙邪修流窜到魏国 专门杀人夺宝 前段时间 截杀了几名修仙家族子弟 王清庆看到两人要吵起来 连忙打了一个圆场 赵正点了点头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魏国武宗还贴出了告示 咱们还是回方式躲一阵子吧 避一避风头 也不会这妖巧 被咱们碰上 就算遇到邪修 面对面厮杀 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李延不以为然 他有筑基五层的修为 身上带着多件保命的东西 就算不敌 脱身还是没有问题的 赵正摇了摇头 并没有跟李延争辩 抬不向黄色巨熊的尸体走去 半刻钟后 三人走出了山洞 李延一拍储物带 一枚红光流转不定的飞缩 从中飞出 瞬间长大几十倍 停在他们面前 三人陆续走了上去 李延法爵一掐 红色飞缩表面 亮起无数的符纹 化为一道红光破空而走 他们还没飞出多远 附近的地面 骤然飞出数道清光 击向三人 不好 滴邪 赵正的反应最快 击出一杆黄色番旗 放出一大片黄色飓风 护住他们 数道清光 击在黄色飓风上面 顿时到飞了出去 五道颜色各异的顿光 从四周的地面飞出 赫然是五名助击修士 他们都戴着鬼脸面具 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最高助击六层 最低助击三层 王清庆和李延脸色大变 纷纷祭出二阶福传 和自爆法器 击向习来的邪修 轰隆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气浪滚滚 火光冲天 暂时拦住了习来的五名助击修士 趁此机会 李延法爵一掐 红色飞缩光芒一掌 加快了速度 五名助击器的邪修紧追不舍 速度不比李延三人慢 咱们三个的目标太大了 分散逃命吧 是死是活 就看各自的运气了 李延紧皱眉头 传音见一道 王清庆和赵正互望了一眼 互相点了点头 赵正寄出一只黄色葫芦 长大数十倍后 跳了上去 他并没有立刻逃跑 跟李延并排而行 王清庆法爵一掐 脚下亮起一阵耀眼的清光 靴子上浮现出无数的青色符纹 三人化为三道颜色各异的顿光 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去 就在这时 数道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数道青色长虹直奔王清庆而去 一声淒厉的女子叫声响起 王清庆快速向地面坠去 听到王清庆的惨叫声 李延和赵正都停了下来 李延已经跑远了 他望了一眼五名邪修 面露犹豫之色 赵正毫不犹豫地 朝着王清庆坠落的地方飞去 三名邪修扑了上去 李延取出三颗红光闪闪的圆珠 砸向三名邪修 轰隆崩 三枚红色圆珠爆裂开来 化为三团巨大的赤色火光 散发出一股恐怖的高温 暂时拦住了三名邪修 趁此机会 赵正接住了王清庆 王清庆的左肩血流不止 面色苍白 王仙子 你没事吧 赵正关切地问道 满脸担忧 王清庆摇了摇头 道 没事 擦泼一点皮而已 咱们快走 赵正抱着王清庆 快速向地面飞去 三名邪修再次追了上来 王清庆一口气 寄出五颗红色圆珠 化为舞团巨大的火光 拦住了它们 火光散去后 王清庆和赵正落在地面 王清庆寄出一只老鼠傀儡兽 两人钻入老鼠傀儡兽的腹部 老鼠傀儡兽原地一转 顿得逃跑了 这个时候 李延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两个多月后 一道红光从远处飞来 停在青莲山庄上空 红光一闪 显出王清庆和赵正的身影 看到青莲山庄四个字 王清庆长松了一口气 他奄然一笑 道 赵道友 此次多亏了你 若不是你 我恐怕回不来了 咱们是朋友 这是我该做的 也不知道李道友如何了 若不是李道友 我们未必能逃脱 赵正语气诚恳 当时李延已经跑远 赵正比较靠近王清庆 李延出手阻拦了邪修 否则赵正未必能顺利救下王清庆 王清庆听了这话 顿时好感大增 赵正救下他 并没有独揽全宫 也没有给李延泼脏水 品行端正 最重要的是 赵正舍命相救 若非赵正 他未必能活下来 李道友吉人自有天相 应该不会有事 赵道友 不介意的话 到我们青莲山庄坐一坐 好让小妹一尽地主之意 王清庆热情地说道 赵正也没有拒绝 答应下来 一刻钟后 赵正和王清庆 出现在一座幽静的院落之中 两人坐在石亭里 品茶聊天 赵道友 小妹以茶代酒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王清庆举起茶杯 一饮而尽 赵正微微一笑 也端起茶杯 一饮而尽 对了 赵道友 你年纪也不小了吧 怎么不找一位伴侣 王清庆笑着问道 赵正面露追忆之色 叹气道 襄王有意 神女无心 王清庆的脸颊顿时 红若晚霞 道 你说的神女是谁 我认识吗 王仙子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一个小男孩 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父亲外出猎杀妖兽 说好半个月回来 谁想到两个月还没有回来 小男孩经常吃了 上顿没下顿 他经常守在酒楼外面 希望能减点吃的 有一天 一个抱着木偶的小仙女 从酒楼里走出来 给了小男孩两个馒头 小仙女每次从酒楼出来 都会给小男孩几个馒头 就这样 小仙女帮助小男孩 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直到小男孩的父母归来 我就是那个小男孩 那个小仙女 叫王清庆 赵正缓缓说道 取出一个栩栩如生的猴子木偶 王清庆面露追忆之色 他记不清楚这事了 十一二岁的时候 正魔大战 他在清月方式生活 经常给王清远送饭 至于其他的事情 他记不清楚 对他来说 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接过猴子木偶 仔细查看 在底部看到一个沁子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雕刻木偶 他习惯在每一件作品 刻一个沁字 读此一家 难怪赵正对他言听计从 他还以为赵正另有所图 原来有这么一段隐情 第469章 九屈神沙 第一根 这么说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难怪赵正会舍命救他 赵正由于片刻 深吸了一口气 鼓起勇气说道 王仙子 你愿意做我的道理吗 听了这话 王清庆脸颊微红 低下了脑袋 心中犹如小鹿撞坏 他犹豫片刻 抬起头 认真地问道 赵道友 你愿意入坠吗 他不想外驾 赵正是散修 以猎杀妖兽为生 居无定所 以他的炼气水平 炼制法器傀儡兽 就能养活自己 无需去猎杀妖兽挣灵食 他炼制傀儡兽的水平 仅次于王长生 每年能为家族创造 数千块零食的利益 家族不可能让他外驾 赵正面露喜色 王清庆这个回答 可以说是同意了 我愿意入坠 不过 我希望 有一个孩子能姓赵 这个问题 他早就想过了 他不过是一介散修 王清庆愿意跟他结为双修道旅 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他还是希望 有一个孩子能姓赵 这是一个男人的尊严 王清庆面露难色 赵正若是入坠王家 家族 你们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一道男子的声音骤然响起 王长生走了进来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看到王长生 王清庆面露喜色 顿时站了起来 激动地说道 爹 您出关了 赵正急忙站了起来 神色有些紧张 他冲王长生攻身一礼 攻身说道 晚辈赵正见过王前辈 爹 赵道友是我的朋友 前不久 我为了化解瓶颈 跟两位道友外出猎杀妖兽 不巧遇到邪修 多亏赵道友救了我 王长生点了点头 笑道 赵小友 多谢了 你既然是清庆的朋友 就在青莲山庄多住几天 好让我们王家一进地主之意 你一路舟车劳顿 也累了吧 清庆 你给赵小友 安排一处住处 是 爹 赵道友 你跟我来 王清庆将赵正带了下去 王长生在石厅里坐了下来 他闭关十一年 将灵术修炼成功了 距离天狼秘境开启 还有五年的时间 他要弄一件防御法宝才行 实在不行 多弄几张三阶符传也不错 他一出关 就知道自己当曾祖父了 有了两个曾孙 王清智没在家 王长生习惯性放开神时 发现王清庆在家 赵正和王清庆的谈话 王长生都听到了 说实话 他不求女婿有多大本事 只要对王清庆好就行了 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闭关 不了解王清庆的情况 他每次出关 就是简单问一下孙的情况 没过多久 王清庆就回来了 脸上满是笑意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有些紧张地问道 爹 刚才我和赵道友说的话 您 都听到了 听你的意思 你喜欢这个小子 跟爹说一说 这个小子的情况 王清庆迎白如雪的脸庞上 飞起一抹红韵 道 阵魔大战的时候 我和弟弟到清月方式避难 赵道友当时事 王长生结单之后 王清庆的追求者不少 经过他的筛选 就剩下李延和赵正 猎杀妖兽的时候 赵正和李延的为人品性 都落在王清庆眼里 他更看好赵正 赵正是散修 品行端正 为人谨慎 不过他比较节省 买东西斤斤计较 李延出身宗门 带人诚恳 交友广泛 不过他喜欢出风头占便宜 有些自大 两个人各有优点和缺点 赵正舍命救下王清庆 加上幼年这段经历 王清庆偏向赵正 这小子确实不错 清庆 你真的喜欢他吗 女儿的年纪也不小了 他对我言听计从 他自己比较节省 可是给我买礼物 从不节省 我喜欢二节陵墓 他就往深山老林里钻 就为了砍伐到珍贵的陵墓 女儿是喜欢 他也同意入坠 不过他想跟姑父一样 让一个孩子姓赵 王长生淡然一笑 摸了摸王清庆的脑袋 道 只要他对你好 姓什么没关系 这门亲事 爹同意了 等你娘出关 就给你们操办婚事 在他看来 这根本不算什么事 当年李启文入坠 是要一个孩子姓李 李启文拥有一技之长 王长生同意了 东荒的修仙资源有限 大都掌握在修仙门派手上 纵然王长生结单了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他打算带族人前往南海发展 南海的修仙资源丰富 不过靠实力说话 王家能打得助击修士太少 照正入坠王家 可以跟随王清山外出猎杀妖兽 王清庆甜甜一笑 道 谢谢爹 对了 爹 前几年 金阳宗的遗址现世 娘和十八叔他们进入遗址寻宝 他将家族这些年的情况说了一遍 包括王明江带回来一件法宝 得知王明江生死 留下孤儿寡母 王长生轻叹了一口气 他是让王明江在外躲风头 等风头过去了 再让他回来 没想到王明江死了 有机会的话 他会帮王明江报仇的 对了 清庆 你娘他们有没有从遗址里带回来功法 娘带回来了几门功法 有一门木属性功法适合我 不过我卡在瓶颈 改修功法也不能化解瓶颈 我是想化解瓶颈再改修功法 王长生点了点头 兵主道 这段时间少出门 好好养伤 为父有事要忙 先走了 王长生找到王清远 询问家族财物 得益于金阳宗遗址之行 王家发了一笔横财 出售的材料换了十几万零食 加上这些年的利润 家族目前有二十三万零食 汪如烟带回来的三阶材料 全都没动 得知有三份炼制法宝的材料 王长生异常兴奋 九书 二十一书公带回来的那件法宝 兑换多少功德点 二十一书公留下两妻四子三孙 功德点该如何分配 王清远请示道 王明江积攒下的功德点太多了 王明江留下孤儿寡母 不知该如何分配 他毕竟是明江叔的妻子 还有长姓他们 我这个做侄子的 应该去看一看 先把那件法宝给我看一看 王清远带着王长生 来到家族库房 一座五层高的青涩十楼 十楼布下了重重静置 还有多名炼器修士把守 任何人进入库房 都要被搜身 而且还要由护卫陪同 避免有人中保私囊 王清远在一位护卫的陪同下 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黄色葫芦 交给王长生 王长生借过黄色葫芦 仔细翻看 发现底部刻着九曲神沙四个小子 他打开葫芦盖 从中倒出一大片黄色细纱 灵光闪闪 目中满是喜色 他住基期的时候 就有一件悬阴纱的法器 攻防兼具 有了此宝 王长生相当于拥有了一件 攻防兼具的一阶上品法宝 第四百七十章 太医秘境开启 第二根 这件法宝兑换十五万功德点 清远 你把明江叔的遗双 带到我的住处 我有话跟他们说 另外 把法宝材料都拿出来 一展查的时间后 王长生在住处 见到了王明江的遗双 两妻四子三孙 王长阳是王明江的长子 炼器七层 负责提炼矿石 王长生的目光落在 莫彩云身上 和颜悦色地说道 沈子 你辛苦了 明江叔不在了 不过你们可以安心 在王家住下 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有我在 不会让你和长信他们受委屈 莫彩云听了这话 玄珍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明江叔走了 不过他留下了一大笔功德点 我希望 你们要团结一致 不要因此生出间隙 清远 明江叔遗留的功德点 有多少 王明江之前 带回来一块传承玉石 也兑换成功德点了 一共214,321功德点 听了这个数目 莫彩云等人 都吓了一大跳 王明江带回来 一件法宝 莫彩云真的不知情 他当时一心 只想着治好王明江 根本没想其他的事情 王明江 遗留下一大笔功德点 足够兑换 十几枚助击单 加何万事兴 我不希望你们为了 明江叔遗留的功德点争吵 我做主 两位婶子 各两万功德点 明江叔的子嗣 每人一万功德点 孙儿五千 剩余的功德点 谁为家族做的贡献多 就能多分一些 徜徉 你已经练起七层了 努力修炼 尽快助击 王长生语重心长地说道 莫彩云等人 异口同声答应下来 王长生特别兴奋 有了这一笔贡献点 他的修炼速度 肯定会加快 王长生问了一下 莫彩云和王长生四人的生活情况 王长生是三菱根 修炼谁属性功法 王长生是四菱根 学习炼制服传 王长青是三菱根 修炼木属性功法 小半个时辰后 莫彩云等人告辞离开 王长生也没有挽留 走进闭关的密室 王长生取出了黄色葫芦 应该说是九屈神沙湖才对 他张口 喷出一股蓝色丹火 包裹着九屈神沙湖 一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王长生盘坐在蒲团上 一只巨大的黄色葫芦 悬浮在他的身前 散发出惊人的灵气波动 他法觉一掐 呼啸声大作 无数的黄色沙粒 从葫芦里飞出 绕着他 飞转不定 王长生法觉一变 黄色沙粒滴溜溜一转 化为一面巨大的黄色盾牌 挡在他的身前 非沙类的法宝 一揉一缸 攻防一体 变化莫测 当然了 此宝的攻击能力 比不上同阶法宝 防御能力比不上同阶法宝 王长生手上 已经有两件法宝了 不过 还没有谁属性的法宝 在此之前 王长生是打算将 黑胶旗炼制成法宝 当成本命法宝培育 没办法 当时太穷 现在有了三份 炼制法宝的材料 王长生的想法 也就变了 他是体修 重量型的法宝 适合他使用 他一张口 黑胶旗从中飞出 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灵气波动 王长生打算 将黑胶旗炼制成法宝雏形 用来联手 本命法器 再进一步是法宝雏行 再进一步才是法宝 一口吃不成胖子 王长生想要炼制出法宝 先要炼制法宝雏行 太义仙门 某个异常宽敞的大殿 九十名太义仙门的弟子 排列整齐 站在大殿之中 王明仁和赵无极也在里面 大殿四周 修建了六座一模一样的青石高台 将九十名弟子围在里面 每一座青石高台上 都站着两名结单修士 轰隆隆的闷想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店门缓缓打开 一名头戴金色玉冠 身材高挑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他的双目炯炯有神 举手投足之间 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味道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 走到王明仁等弟子前方 拜见掌门师伯 师祖 众人纷纷攻身一礼 攻势说道 中年男子是太义仙门的掌门张展峰 原因六层 太义秘境要开启 张展峰自然要来 你们能被选中派入太义秘境寻找灵药 都是本门的精英弟子 修仙者就是与天争命 你们有人受施命进入秘境采摘灵药 本掌门也能理解 不过你们要记住 同门师兄弟 要攻迁有爱 绝不可自相残杀 若是为了争夺修仙资源 残害同门 本掌门绝不轻饶 张展峰眼里的目光掠过每一位弟子的脸庞 严厉地说道 是 弟子明白 王明仁等住击七弟子 异口同声地答应了下来 太义秘境 开启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枚传送玉符 虽说没有三接妖兽 不过生活着不少强大的二接妖兽 每次开启秘境 还是会有不少弟子 陨落在秘境之中 若是遇到危险 你们捏碎玉符 可以赶往三元山 那里有传送阵 也可以传送离开 王明仁等弟子听了这话 连忙答应下来 Omega WTT Kappa RN Co 好 既然你们都准备好了 开启秘境 张展元此话一落 八名杰丹修士 各取出一枚圆形令牌 八枚圆形令牌顿时光芒大涨 合为一体 变成一个巨大的太极图案 太义秘境 开 张展元取出一杆银色令旗 朝着太极图案轻轻一晃 一大片荧光飞出 太极图案表面 荡起一阵涟漪 现出一个巨大的白色光门 一股精纯的灵气 从中涌出 快点 十五人一队 陆续进入太医秘境采摘灵药 九十名太医仙门的弟子 分批次 飞向白色光门 王明仁只觉得眼前一花 骤然出现在一个 种满奇花异草的山谷之中 他深吸一口气 感受到空气中充沛的灵气 神色有些振奋 一阵清脆的鸟鸣声 从王明仁的怀里传来 他取出一面银灿灿的玉盘 玉盘表面雕刻着一只 栩栩如生的小鸟 太医仙门抵运身后 在探险方面 有丰富的经验 太医仙门 鼓励门下弟子团结合作 而不是逞个人威风 王明仁跟赵无极约好了 组队采摘灵药 这面飞鸟盘是感应法器 飞鸟盘出现反应 这说明 赵无极在方圆三千里面 王明仁法诀一掐 一道法诀打在飞鸟盘上 转动不已 鸟嘴对准了东南方向 王明仁放出一只通体青色的巨犬 跳了上去 二阶巡灵犬 王明仁花大价钱买来 专门用来寻找灵药和逮捕的 青色巨犬发出一声怪吼后 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太医秘境里 生存着大量的妖情妖虫 玉器飞行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没过多久 它就消失在密林之中 第471章 试魂金蝉 第一根 魏国 青莲山庄 王长生盘坐在蒲团上 一杆黑色番旗 悬浮在他的身前 旗面上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符文 一层耀眼的乌光照着整杆番旗 灵气惊人 终于成功了 王长生轻吐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几分喜色 南海之行 他得到一些三阶妖兽材料 练入黑胶旗之后 黑胶旗顺利晋升为法宝雏行 王长生本来没抱多大希望 只是拿黑胶旗练手 没想到黑胶旗顺利晋升为法宝雏行 当然了 因为炼入的三阶材料比较少 这件法宝雏行 想要晋升为法宝 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就算能晋升为法宝 质量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长生也没想 将其炼制成法宝 主要是黑胶旗用料太差了 以前条件差 没有办法 将就着用 现在不同了 金阳宗遗址之行 王家得到一大笔财物 在王清凯的管理下 家族这些年积攒了一笔零食 日子总算是好过多了 他收起黑胶旗 台步走了出去 他打算去一趟南海 拍买一件谁属性的攻击法宝 为天狼秘境之行做准备 汪如燕尚未出关 还在闭关修炼 王长生知道 王清山前往太义仙门 给王明仁送东西了 算一算时间 王清山应该回来了 他刚走出闭关的密室 一张传音符飞了进来 他捏碎传音符 王清山的声音骤然响起 侄儿恭喜九叔出关 听清远说 九叔有事找我 侄儿和八妹 十二弟特来给九叔问安 王长生微微一笑 取出一只传音纸鹤 笛声说了几句 往前一抛 一声清明 传音纸鹤双翅一盏 急速胀大 朝着外面飞去 院子外面 王清山 王清俊和王清凌正在聊天 王清凌一身少妇打扮 神色有些紧张 王清凌快接近六十岁了 他是独女 两年前 他在王长义夫妇的安排下 找了一位上门女婿 对方是修仙家族的子弟 资质一般 不过为人老实本分 石妹 你怎么还没有助击 我听亲戚说 你把功德点都拿来兑换四灵丹了 灵兽灵情再好 也不能帮你助击呀 王清山叹了一口气 与众心长地说道 王清凌喜欢饲养灵兽灵情灵虫 全族都知道 不过他过于沉迷此道 耽误了修炼 王清山也不看好训兽一道 训养灵兽比仲田更没有出息 仲田每年都有收入 可是训养灵兽 前期投入太大 好不容易将灵兽培养到高阶 很容易死掉 金阳宗遗旨之行 他训养的那只二阶下品双铜鼠 已经死在了妖兽口中 他又重新养了一只一阶中品的双铜鼠 培养到二阶 还不知道要花多少心血 七哥 话可不能这么说 待会儿见到九叔 我肯定会给九叔一个大惊喜 王清凌嬉嘻嘻一笑 不以为然地说道 一副信心满满的模样 王清山听了这话 不好再劝 轻叹了一口气 一只体型巨大的青涩 王长生的声音骤然响起 青山 你们进来吧 王清山三人跟着青涩纸鹤 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一座花园后 来到一个石亭之中 王长生坐在石椅上 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 清凌 听清远说 你都澄清了 这是九叔给你的贺礼 王长生一抬手 一只巴掌大的青涩木盒飞出 稳稳落在王清凌手上 王清凌面露喜色 收下了青涩木盒 笑着说道 多谢九叔的贺礼 九叔 侄女弄到了一只天地骑虫绑上的骑虫 特意敬献给九叔 他取出一个蓝色灵兽袋 双手递给了王长生 骑虫 王长生顿时来了兴趣 将灵兽袋的袋口朝下一抖 一片蓝色霞光卷过后 石桌上多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金蝉 此蝉被生两对薄翼 脑袋上有上百只细小的眼睛 腹部有十几条黑色的斑纹 是魂金蝉 在天地骑虫绑上排 135名 可吞噬惊魂腰迫 反哺其主人 从而壮大 其主人的神识 我花了快30年的时间 将它培养到二阶下品 它还没有认住 王清凌有些得意地说道 它平时就喜欢购买灵兽灵禽灵虫 孵化的灵兽还好 没有孵化的灵兽 但虫卵 很容易上当受骗 它不知道吃了多少亏 不过它乐此不彼 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它机缘巧合 买下一对虫卵 费尽千辛万苦 只孵化出一只灵虫 意外发现是弑魂金蝉 弑魂金蝉本身没有多大攻击力 属于辅助灵虫 可以通过吞噬惊魂的方式 壮大其主人的神识 王清凌为了培育这只弑魂金蝉 几乎是杂锅卖铁 将培育的大半灵兽灵情 都转卖给家族 省吃俭用 培养出一只二阶的弑魂金蝉 王清凌知道 神识越强 可以操控的傀儡兽越多 八妹 你的胆子够大的 不认主 也敢饲养到二阶 你就不怕他伤害你吗 王清山皱着眉头说道 王清凌甜甜一笑 道 不会的 小金很乖的 我从小养到大 认不认主 没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也是刚刚将他培育到二阶 正巧九叔出关 我就把他送给九叔 试魂金蝉 王长生望向巨大金蝉的目光 布满了火热之色 天地骑虫绑上的骑虫 都是难得一见的骑虫 汪如烟饲养了一对碧眼寒残 不过排名比较靠后 有了这只试魂金蝉 王长生的神识 可以慢慢涨大 无论是修炼 癸水真精 还是斗法 都十分方便 王清凌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 才将此虫培养到二阶下品 太浪费时间了 王清凌也知道耗费时间 可是一阶下品的试魂金蝉 跟二阶下品的试魂金蝉 根本没有可比性 清凌 你做得很好 这二阶下品的 知试魂金蝉 给你兑换三万功德点 若是其他二阶灵虫 可值不了这么多功德点 王清凌在这只试魂金蝉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王长生才会兑换这么多的功德点 王清凌甜甜一笑 感激道 谢谢九叔 为家族做事 理应受到嘉奖 不过下次 若是弄到什么其冲其情 你可以自己饲养 也可以交给家族 不要独自饲养 这样会耽误你的修炼 家族目前没有助击单 你想要助击 还需要等一等 侄女明白 侄女都等这么多年了 侄女等得起 王长生点了点头 收起试魂金蝉 让她退下了 青山 青隽 你们回去收拾一下 我打算带你们到南海 南海的修仙资源丰富 你们在那里猎杀妖兽 可以获得更多的修仙资源 不过相对的 会更加危险 南海的情况比较复杂 鱼龙混杂 你们敢去吗 王长生缓缓说道 语气严厉 第472章 打算第二更 王清山淡然一笑 道 机缘和危险是并存的 修仙者本就是逆天行事 有何不敢 九叔若是不提 哲也想跟十二弟前往南海 不过我们的住机修士太少 仅凭我和十二弟两人 若是遇到争端 很难保其他人周全 太义先门之行 他向王明仁请教了一下南海的情况 王清山对南海向往已久 南海是修仙界的起源地 但凡有点实力的修仙者 都想前往南海发展 王清凯憨憨憨一笑 道 九叔有命 哲定当遵从 我准备去一趟南海 带你们长一场见识 你们先加入南海的散修队伍 跟着他们猎杀妖兽 熟悉情况 王家现在能争善战的住机修士太少 王长豪断了一只手 实力削弱不少 他不再适合猎杀妖兽 王长生打算多培养出几名住机修士 日后家族在南海发展 也会顺利一些 除此之外 二阶炼丹师也要多培养一名 家族只有王清奇这一位二阶炼丹师 根本不够 据王清远汇报 灵草成熟的时候 王清奇忙得要死 忙着炼制丹药影响修炼 阵法师和炼丹师是王家的短板 想要弥补这个短板 王长生需要多培养几名住机妻的族人 说起来 若不是他进入结丹期 家族的大半收入都花在他的身上 家族早就培养出多位住机修士了 这没有问题 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这就跟九叔上路 王长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询问了一下王清山和王清俊的修炼情况 两人如实回答 闲聊了小半个时辰 王清山和王清俊离开了 王长生去了一趟王长豪的住处 看望王长豪 王长豪断了一只手 行动有些不方便 十八点 你以后就不要去猎杀妖兽了 坐镇方式吧 娶妻生子 我都当曾祖父了 你还是孤身一人 王长生语重心长地说道 语气诚恳 他是真心为王长豪着想 族内的助机修士 王长生不会逼迫他们澄清 这也是激励族人修炼的一种方式 修为越高 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若是无法助击 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 王长豪点了点头 叹气道 九哥 我知道了 金阳宗一只之行 我也想了很多 娶妻生子 根本不影响修炼 心血还能帮到自己 九嫂就是一个例子 他之前一直觉得 妻儿是拖累 修仙应该坚定道心 可是金阳宗之行 他差点死掉 他曾经想过 如果他死了 他这一脉不就断了 他辛辛苦苦修炼到今日的境界 一旦生死 就留下一批遗物 坚定道心不影响成家 一些高阶修士二孙满堂 血脉延续了数十代 也没见高阶修士影响修炼 你能这么想 最好不过了 看上哪家姑娘 我派人给你求亲 王长豪微微一笑 道 九哥 谢了 我目前还没有看得上的女子 要是有 我一定告诉你 好 到时候 我亲自为你主持婚事 长兄为父 这是我该做的 王长豪这些年 一直在猎杀妖兽 为家族创造了大量的利益 长自辈的族人之中 王长生跟王长豪比较亲近 其他长自辈的族人 王长生跟他们连话都没有几句 个别长自辈 连王长生的面都没有见过 没办法 王耀龙的儿孙太多了 族内的长自辈 大都是王耀龙的孙子 小半个时辰后 王长生回到了住处 走进闭关的密室 他立刻取出灵兽袋 放出了弑魂金蝉 弑魂金蝉已经是二节下品 不过他比较温顺 据王清凌所述 他从未将弑魂金蝉试人 弑魂金蝉从未吞噬过惊魂腰迫 一直都是王清凌给他喂食 弑魂金蝉 发出一阵怪异的叫声 四次一阵 朝着密室的大门飞去 王长生咬破舌尖 喷出一大口金血 悬浮在半空中 他食指掐绝不停 竖道法掘打在金血之中 拧 伴随着王长生一声令下 金血一阵翻腾滚动 化为上百枚悬傲的血色符纹 滴溜溜一转 上百枚血色符纹 变成一朵巴掌大的血色莲花 一闪即逝地 没入了弑魂金蝉的体内 王长生 感觉自己跟弑魂金蝉 多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那种感觉 就好像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 他心念一动 给弑魂金蝉下达命令 弑魂金蝉有些抗拒 他从小被王清凌饲养长大 一下子让他听从王长生的命令 他很不习惯 王长生法觉一催 弑魂金蝉体表 浮现出一些血色符纹 隐约组成一朵血色莲花 弑魂金蝉 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声 四次拍打不停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乖乖朝着王长生飞去 那种痛苦的感觉才消失了 王长生宠溺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取出一株持许长的黑色小花 未给弑魂金蝉 一根棒垂一颗甜枣 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获得 弑魂金蝉的信任 吃掉黑色小花后 弑魂金蝉对王长生亲近了许多 王长生神色一动 右手一晃 一道黄光从手上的灵兽珠窜里飞出 正是双瞳鼠 他嗅到了灵妖的气味 快速爬到王长生的怀里 尾巴甩来甩去 显得十分兴奋 王长生微微一笑 道 救你的鼻子灵敏 贪吃鬼 王长生取出一颗椭圆形的青色果实 喂给双瞳鼠 双瞳鼠三下五除二 就吃掉了青色果实 在密室里四处乱窜 戏耍了一会儿 王长生将它们收回灵兽珠窜 盘坐下来 打坐调息 第二日 王长生召见了赵正 跟赵正聊了一会儿 赵正的神色有些紧张 不过谈吐得体 并没有惊慌失措 一番交谈下来 王长生对这个未来女婿比较满意 赵小友 你的年纪不小了 怎么还没有找一位伴侣 王长生随口问道 赵正望了一眼满脸娇羞的王清庆 心里有数了 站起身来 冲王长生躬身一礼 正色道 王仙子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 晚辈倾慕不已 还请前辈成全 王长生微微一笑 道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会让她外嫁 你愿意入赘 晚辈愿意 不过晚辈希望 有一个孩子能姓赵 这样晚辈也好像九泉之下的双亲交代 王长生脸色一宁 严厉地说道 若是我不答应啊 你会如何 强扭得刮不甜 晚辈虽是一届散修 还是有骨气的 若是前辈不答应 晚辈会努力 让前辈答应 若前辈实在不肯答应 只能说 晚辈跟王仙子有缘无分 王清清面露不悦之色 赵正这个回答 他很不喜欢 王长生淡然一笑 道 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 不过 也要看什么时候 百善孝为先 若非双亲 晚辈也不会有今天 为了个人前途 忘祖背宗 这种事情 晚辈万万做不到 也不会这么做 赵正正色道 神色认真 王长生点了点头 道 忘祖背宗之人 休想做老夫的女婿 这门婚事 老夫准了 亲亲他娘在闭关修炼 等他娘出关 老夫再给你们主持婚事 赵小友 你暂且在青莲山庄住下 如何 赵正摇了摇头 正色道 多谢王前辈的好意 这不妥 晚辈没有跟王仙子 结为双修道旅 以朋友的名义 常住青莲山庄 名声也不好听 晚辈也不是哪一种人 万一王仙子的母亲 闭关十几年 晚辈难不成 在青莲山庄住十几年 晚辈有手有脚 可以自力更生 听了这话 王长生面露赞许之色 这个女婿很好 把女儿交给赵正 王长生放心 既然如此 那你就离开青莲山庄吧 最近有邪修出没 小心一些 最好不要四处乱跑 晚辈明白 多谢王前辈提醒 王仙子 就此别过 我先走了 王清庆点了点头 关切地说道 赵郎 你路上小心 赵正答应下来 冲王长生攻身一礼 转身离开 第473章 信守承诺王明仁 第三更 三日后 王长生带着一批族人 离开了青莲山庄 他亲自将王清庆送到清月方市 然后带着其他族人 前往万蛇谷 猎杀低阶妖兽 万蛇谷深处 某片黑色蜜鳞 王长生 王清山和王清俊站在一旁 王秋明等十名炼器修士 将两只牛犊大的黑色蜘蛛 团团围住 两只黑色蜘蛛 是一阶上品妖兽 王秋明等人 或施展法术 或使用灵器 或操控傀儡兽 攻击黑色蜘蛛 据王清山陈述 魏国境内的二阶妖兽 几乎被杀光了 很难找到一只二阶妖兽 起码要数十年 才能恢复元气 这些年战时不断 各个修仙家族损失不小 为了弥补损失 很多修仙家族 派人组建猎妖小队 猎杀妖兽 二阶妖兽 是他们的重点目标 祖父亲自观战 王秋明的心情激动 他不敢有丝毫马虎 两只黑色蜘蛛的攻击 手段不强 并不是王秋明等人的对手 轰隆隆的轰鸣声响起 一名眉清目秀的红衣女子 单手朝着虚空一画 虚空浮现出大量的赤色光点 快速化为一颗水刚大的 巨型火球 散发出一股炽热的高温 去 伴随着红衣女子一声落下 巨型火球在一阵呼啸声之中 砸向两只黑色蜘蛛 轰隆隆的巨响 巨型火球化为滚滚烈焰 淹没了两只黑色蜘蛛 火海之中传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趁此机会 王秋明寄出一枚金色印章 一道法诀打在上面 金色印章低溜溜一转 快速长大到房屋大小 快速砸下 两人的配合十分熟练 显然不是第一次联手 青山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族人 叫什么名字 王长生指着红衣女子 传音问道 回酒书的话 她是秋灵 十五弟的女儿 今年二十五岁 练弃七层 精通火系法术 这孩子是一阶中品练剂师 不过她不喜欢留在族内练剂 她经常跟着 我们一起外出猎杀妖兽 秋明他们的灵气 若是损坏了 由秋灵修复 她是一颗好苗子 王青山传音介绍道 言语之中 对王秋灵充满了赞扬 王长生暗暗记下了 王秋灵的名字 她现在经常闭关 不清楚年轻族人的情况 地动山摇 地面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两只黑色蜘蛛 被巨大化的金色印章 砸成肉泥 王秋灵单手一掐绝 金色印章迅速恢复原来的大小 飞回她的衣袖不见了 王长生寄出收魂瓶 收走了两只一阶妖兽的金魂 他们休息了一盏茶的时间 继续前进 王长生想要收集一些妖兽金魂 顺便查看猎妖小队的族人的表现 他们是家族未来在南海发展的保证 说实话 见识过南海修仙者猎杀妖兽之后 王长生并不看好家族的猎妖小队 他们还是跟妖兽正面刚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一套二阶阵旗要上万灵石 要是破损了 王长月未必能修补 他的阵法造诣可没这么高 太医秘境 某个地下洞窟 不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好像有人在里面斗法 地下洞窟内 王明仁等三名太医仙门的弟子 正在攻击一条体型巨大的白色冰胶 地面上散落着几十感断裂的红色阵旗 和竖剑灵光暗淡的法器 还有一些白色鳞片 洞窟左下角 有一个十几丈大的水潭 水潭内有一株通体白色的莲花 不远处的地面 躺着一条体型小一些的白色冰胶 脑袋被力气斩下 血流不止 白色冰胶是二阶上品妖兽 仗着皮粗肉厚 跟王明仁三人斗的难分上下 王明仁不停地释放火系 或精细法术攻击白色冰胶 他的施法速度极快 打得白色冰胶惨叫连连 伤痕累累 白色冰胶意识到不妙 张开血盆大口 喷出一大片白色冰锥 铺天盖地的 鸡向王明仁三人 他在一个摇头摆尾 朝着洞外冲去 王明仁一声冷笑 法觉一掐 洞口处浮现出无数的火光 快速化为一张巨大的赤色火网 封死了洞口 白色冰胶一头扎进赤色火网之中 顿时响起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火焰滚滚 趁此机会 赵无极磅礴的法力 诸如本命法器之中 红色长刀爆发出刺目的红光 一层赤色火焰在刀身上浮现 白色冰胶一荒 体表冒出一大片白色寒气 扑灭了火焰 一声龙银声和凤鸣声响起 一条赤色火焰和一只赤色凤黄扑来 撞在白色冰胶的身上 轰隆隆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滚滚烈焰淹没了白色冰胶的身体 给我斩 伴随着赵无极一声低鹤 一道百余杖长的红色刀气飞出 气势汹汹地 斩向白色冰胶 一声淒厉的悲鸣声响起 伤痕累累的白色冰胶 被红色刀气斩成两截 死得不能再死 王明仁法觉一掐 赤色火焰和赤色凤黄向他飞来 在半途化为两只圆环 正是子母龙凤黄 子母龙凤黄一个盘旋 没如他的袖子里不见了 终于斩杀掉了这两只畜生 差点出现意外 王明仁轻松了一口气 寄出一只蓝色葫芦瞬间胀大 飞向水潭上空 他法觉一遍 蓝色葫芦的盖子自动飞出 一股强大的犀利凭空出现 大量的潭水纷纷朝着蓝色葫芦飞去 潭水的数量并不多 没过多久 潭水就被抽干了 王明仁法觉一掐 蓝色葫芦快速恢复原来大小 莫如他的衣袖不见了 王师殿 这是你那份 赵无极将一个沾着血迹的储物袋丢给王明仁 笑着说道 王明仁摇了摇头将储物袋还给赵无极 郑色道 赵师兄 不是说好了吗 你们帮小弟斩杀这两只畜生 潭水归我 其他东西归你们 你就不要跟小弟客气了 他带人诚恳 从不占人便宜 很重视承诺 因为这个原因 他结交了不少朋友 王师殿 若不是你帮忙 我们也杀不了那两只畜生 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 收下吧 赵无极笑着说道 语气诚恳 对啊 王师殿 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 王明仁摇了摇头 语气严厉 不行 人无信不利 我不能收下 你们要是这样 小弟以后不敢找你们帮忙了 第474章 名水上人 第一更 听了这话 赵无极二人没有再推辞 分掉了妖兽尸体和灵药 赵师兄 李师兄 咱们休息一会儿 赶往下一个地方吧 再过数日 秘境就要关闭了 咱们要抓紧时间 多采摘一些灵药才行 王明仁的提议 得到赵无极两人的赞同 太医秘境 是太医先门的大能 开辟出来的小世界 布下了重重禁止 妖兽进入三阶 就会触动禁止 传送到特殊的地方 从来没有例外 一展察的时间后 他们的法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一起抬步往外走 没过多久 王明仁三人 就消失在秘灵之中 万蛇谷 某片青色竹林 王秋明等十名炼器修士 正在围攻一只杖许高的青色螳螂 青色螳螂是一阶上品妖虫 根本不是王秋明等人的对手 他伤痕累累 左翅折断了 前肢被戾气斩断 王长生 王青山和王清俊站在远处 一言不发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一颗巨型火球 砸在青色螳螂的身上 滚滚烈焰 淹没了青色螳螂 王秋明单手朝着虚空一画 点点青光凭空浮现 化为一枚门板长的巨型锋纫 化为一道青光 没入火海之中 一声淒厉的悲鸣声响起 没过多久 火海溃散不见了 青色螳螂一分为二 倒在了血泊中 尸体一片焦黑 王长生祭出收魂瓶 收走了此药的惊魂 好了 咱们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回去吧 王长生一行人 在万蛇谷待了一个多月 一只二阶妖兽都没有碰到 都是一阶妖兽 小半个月后 王长生一行人 回到了青莲山庄 回到住处 王长生迫不及待地 放出弑魂金蝉 他祭出一只收魂瓶 一道法诀打在上面 收魂瓶滴溜溜一转 瞬间长大十几倍 瓶塞飞起 上百只大小不一的绿色光团 从中飞出 犹如萤火虫一般 在密室内游荡 试魂金蝉 被绿色光团吸引了 他仿佛看到了什么美味一般 四次拍打不停 张开喷出一大片黑色霞光 照住数只绿色光团 数只绿色光团 被黑色霞光 卷入他的嘴里不见了 尝到妖兽惊魂的美味之后 试魂金蝉难以自拔 四次扇动不停 追赶绿色光团 将一只只绿色光团吞噬掉了 口中发出一阵欢快的鸣叫声 吞噬掉所有的绿色光团后 试魂金蝉飞回王长生面前 他双翅展开有仗许大 口中不停地发出一阵欢快的鸣叫声 王长生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试魂金蝉 吞噬掉上百只一阶妖兽惊魂 王长生增长的神识 可以忽略不计 他猜测 或者是试魂金蝉等级太低 又或者是试魂金蝉吞噬的妖兽金魂太少 需要吞噬大量的妖兽金魂才行 南海之行 要提前才行了 他将试魂金蝉收回灵兽珠窜 走出了密室 来到大厅的时候 王长生看到了汪如烟 汪如烟闭关四年 还是筑基六层 看来瓶颈并不容易化解 娘子 你出关了 汪如烟焉然一笑 哦 夫君 你把灵术修炼出来了 王长生笑着点了点头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汪如烟 南海的修仙资源丰富 夫君你修炼的又是谁属性功法 南海相对容易购买到谁属性法宝 猎杀妖兽的话 还是咱们自己人组队比较好 外人还是有一定风险 如果你没有出关 我是打算带青山他们前往南海猎杀妖兽 既然娘子出关了 可以多带几个人 王长生将赵政和王清庆的事情 告诉了汪如烟 得知王清庆找到了如意郎君 汪如烟也很高兴 从他的言谈举止和表现来看 确实不错 既然他们是情投意合 那就成全他们吧 王长生点了点头 笑道 娘子你出关 我们就可以替他们操办婚事了 王长生取出传音纸贺 说道 清凯派人前往清岳方氏 把清庆和赵政接回来 就说清庆他娘出关了 他往传音纸贺注入法力 纸贺快速胀大 踢表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青色符文 拍打着翅膀 朝着外面飞去 娘子 你们四人进入金阳宗遗址 有没有留下了路线图 汪如烟点了点头 道 当然有 清俊一直待在一座临时矿里面 只有三张图 路线图炼制成法器 存放在家族库房之中 若是金阳宗遗址 再次在魏国附近县市 凭借三张路线图 咱们的收获会更多 这种事情 其他进入遗址的修仙者也会做 这也是那些藏宝残图的由来 汪如烟将他在金阳宗的遭遇说了一遍 他提到了那张石床 王长生轻叹了一口气 道 可惜不能把那张石床带回来 否则对我的修炼应该有帮助 不过广道友倒是大气 没有追问你们在金阳宗遗址的收获 不过收获也不小了 一名原因修饰的炼器心得 加上三份炼制法宝的材料 还有一大堆其他材料 那些法宝材料 王长生仔细查看过了 小部分是四阶炼器材料 大部分是三阶炼器材料 用来炼制二阶法宝 都绰绰有余 闲聊了一会儿 王长生就返回密室 取出一枚玉剪 贴在眉心 这位名水上人不但是一位原音修饰 还是一位四阶炼器师 炼器水平很高 还有不少奇思妙想 让王长生大开眼界 名水上人的修炼的是水属性功法 玉剪里记载了多件水属性法宝的炼制之法 其中一种叫山河珠的法宝 是用一元重水为主材料炼制而成 那件九礁顶 是一件法宝级别的炼器炉 名水上人专门炼制出来 提炼重水的 重水是一种后天炼制的水属性灵物 高阶修饰花费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时间 才能将一条江河凝炼成重水 重水分为九等 最低是一元重水 有上万斤重 九元重水能轻松毁掉一个大路 重水的等阶越高 提炼的难度越高 耗时越长 九礁顶能缩短凝炼重水的时间 缩短多少时间 是提炼者的修为和重水的等阶而定 有三低一元重水 也够用了 重量型的法宝 才能发挥出王长生的真正实力 山河珠是成套法宝 山河珠的数量越多 威力越大 第四百七十五章 再返南海 第二根 一滴一元重水 有上万斤重 若是炼制成法宝山河珠 砸在修仙者的身上 一个照面 就能将敌人砸成肉饼吧 一想到这里 王长生的心情有些激动 他已经有了三份材料 纵然有名水上人的炼器心得 短时间内 他也无法炼制出法宝 需要多加练习 并且跟三阶练器师多交流才行 他取出一些二阶练器材料 准备炼制一套成套法器 给王清庆做贺礼 太义仙门 某个宽敞的大殿 张展峰站在一座青石高台上面 神色严厉 在他身前不远处 有一个巨大的两色光门 不时有太义仙门的弟子 从中飞出 树道顿光从中飞出 落在地面上 其中一人正是王明仁 王明仁长松了一口气 目中满是喜色 这一次太义秘境之行 他收获不少 当然了 若非跟同门组队 他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 徐子华和冷如昧交代的任务 他都完成了 一展查的时间后 两色光门关闭了 张展峰望向王明仁等人 眉头微皱 进去九十名弟子 活着出来六十七人 个别弟子重伤 二十三名弟子 陨落在秘境之中 太义仙门提倡团队合作 可是有些弟子 自视实力强大 喜欢独自行动 遇到群居妖兽 陨落也难免 交出你们采摘的灵药 不要藏私 否则后果你们清楚 伴随着张展峰一声令下 王明仁等弟子 纷纷取出采摘的灵药 由杰丹七修士统计核算 根据规定 采摘的灵药 王明仁可以留下十分之一 一共十七株灵药 徐子华需要的灵药 和冷如昧需要的灵药 相距太远 王明仁浪费了不少时间 否则收获会更多 上交完灵药 张展峰派人放出三接灵药探查 确认没有遗落后 让王明仁等人离开了 出了大殿 王明仁祭出飞行法器 向住处飞去 太医秘境之行 他得到了五百多斤悬兵寒水 足够王长生修炼一段时间的了 悬兵寒水交给王长生 可以兑换一大笔功德点 魏国 清廉山庄张灯结彩 每一位族人的脸上满是笑意 迎客厅内 王长生和汪如烟坐在主座上 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 王清庆和赵正叩拜后 给王长生夫妇敬茶 汪如烟跟赵正聊了几次 赵正言谈举止得体 最重要的是 他小的时候就结识王清庆了 姻缘早定 汪如烟很是满意 王长生的女儿成青 这可是一件大事 王家广邀宾客 接到请帖的宾客 纷纷派人前来祝贺 十分热闹 王长生喝了一口茶 与众心肠地说道 成青之后 要更加稳重 凡事三思而后行 夫妻同心齐力断惊 知道吗 他特意炼制了一套成套法器 作为女儿成青的贺礼 汪如烟送了五章二节福传做贺礼 汪化山有事来不了 派了代表前来祝贺 广东人走不开 叶童亲自到场庆贺 贺礼是一枚助鸡丹 王长生已经结单 今非昔比 叶童可不敢怠慢 王长生喝了两杯水酒 就离开了会场 王清庆被族人搀扶回新房 重兵客给赵正敬酒 赵正来者不拒 七日后 王长生、汪如烟、王清山和王清俊四人 离开了青莲山庄 赶往重阳方市 莫采云来到青莲山庄的时间还不长 王长姓兄妹三人还小 需要有人照顾 赵正刚刚新婚 王长生也就没有带他们前往南海 那枚助鸡丹被王清凌兑换了 族内修炼到炼器九层的族人多多人 不过他们都没有积攒到足够的功德点 两个多月后 王长生四人到达重阳方市 直奔传送殿尔去 赴了零食之后 王长生四人站到了传送镇上面 一阵耀眼的白色霞光在他们脚下亮起 照住四人的身影 王长生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另一座大殿之中 街道上的行人络绎不绝 喧哗之声不绝于耳 王长生找了一家客栈 住了下来 青山、青郡 你们自由活动 不过不要离开方市 听语楼是猎妖队伍聚集的地方 去听语楼多听多看 南海猎杀妖兽跟东荒大不一样 你们先去了解一下南海的修仙者 猎杀妖兽的方式 王长生可以直接告诉王青山和王清俊 不过他没有 让王青山和王清俊去听语楼多听多看 这样他们的印象更加深刻 是 就说 没其他吩咐的话 我们先下去了 王青山和王清俊一口同声地答应下来 转身离开 夫君 我去打探一下 近期有没有大型拍卖会 汪如燕主动请应 他卡在瓶颈 一味苦修 并不能化解瓶颈 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就是购买一件谁属性法宝 家族目前存着23万零食 王长生一下子拿走20万 留下3万零食 维持家族的运转 除了20万零食 他还带着一些三阶炼器材料 以备不时之需 我反正闲着没事 我陪你一起逛一逛吧 王长生陪着汪如燕在街上闲逛了起来 临别方市有很多收购妖兽材料的店铺 妖单 兽皮 妖兽金魂都有出售 看到那些妖兽材料 王长生心念一动 和汪如燕像一座九层高的阁楼走去 金玉楼 临别方市内最大的妖兽材料 收购和出售的店铺 大唐宽敞明亮 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妖兽材料 欢迎前辈光临本店 有什么能帮到前辈的吗 一名直视模样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陪着笑脸问道 三阶的妖兽金魂 你们这儿有吗 王长生随口问道 中年男子听了这话 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有些得意地说道 嘿嘿 别说三阶妖兽金魂 就算是四阶 我们也有出售 就是价格比较高 四阶妖兽金魂也有出售 你莫不是骗老夫吧 王长生皱眉道 神色有些不悦 中年男子陪着笑脸解释道 给晚辈天大的胆子 晚辈也不敢欺瞒前辈啊 我们金玉楼背后是四海商盟 自然拿得出四阶妖兽金魂 不过具体的情况 晚辈并不了解 第476章 大型拍卖会的消息 第三根 四海商盟 王长生眼中露出几分惊讶之色 四海商盟在南海大名鼎鼎 四海商盟是一个修仙势力 收购和贩卖各种修仙资源 实力雄厚 在多个大型方式都有分店 临别方式由太义先门管辖 四海商盟在此设立一家分店 并不奇怪 带我去找你们掌柜的 我有生意跟他谈一谈 中年男子不敢怠慢 连忙给王长生带路 没过多久 王长生和汪如烟就来到七楼 一名身穿鹅黄如裙的中年美妇 正在查阅账策 王长生夫妇一上楼 他立刻收起账策 满脸堆笑地向王长生走去 妾身金玉楼掌柜李月 敢问道友如何称呼 在下姓王 听说你们金玉楼有四街妖兽 金魂出寿 可有这一回事 李月微微一笑 道 没错 不过四街妖兽金魂十分珍惜 不会明码标价出售 我们四海商盟举办的大型拍卖会 或许会出现 王道友来得不凑巧 三年前 我们刚刚举办了一场大型拍卖会 就有四街夏品妖兽金魂拍卖 哦 不知以多少零食成交 王长生来了兴趣 他买不起四街妖兽金魂 问一问也不吃亏 三十二万 这个价格 着实吓了王长生一跳 要知道 一件法宝也不过五十多万 一只四街夏品的妖兽金魂就要三十二万 想来三街妖兽金魂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三街妖兽金魂多少零食 你们这有吗 二街妖兽金魂呢 妖兽金魂可以炼入法器法宝之中 提高法器法宝的威力 妖兽金魂是仅次于妖丹的钥匙材料 三街夏品妖兽金魂五万零食起步 品街越高 妖兽生前的神通越强 价格越高 二妖兽金魂 从一千到数千不止 王长生沉音片刻 接着问道 李掌柜 你们四海商盟 近期有没有举办大型拍卖会 没有 我们三年前才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拍卖会 原因休士都来了十几位 不过万宝商盟三年后 会举办一场大型拍卖会 据说会有多件法宝拍卖 除了法宝 还有不少好东西 王道友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五龙海域的金龙岛 参加此拍卖会 万宝商盟也是一个大势力 按理说 两家还是竞争关系 李越居然告诉他这个消息 李掌柜 你不是四海商盟的掌柜吗 怎么向我推荐 万宝商盟举办的拍卖会 你们两家是合作伙伴 王长生有些疑惑地问道 李越自信一笑 解释道 王道友进了金玉楼的门 就是我们金玉楼的客人 满足客人的需求 这是我们四海商盟的服务宗旨 临时在王道友兜里 你想给谁挣 那是你的权利 妾身无权干涉 听了这话 王长生顿时心生好感 难怪四海商盟 能成为南海数一数二的大商盟 这些炼器材料 贵店有罢 王长生取出一枚青色玉碱 递给李越 李越神师一扫 笑着点点头 道 这些东西一共十五万三千四百块零食 零头就不用了 给十五万就行了 希望王道友多多光临 李掌柜放心 以后肯定会多家光顾贵店 王长生购买了一批二阶妖兽金魂 还有几件三阶材料 王青山的本命法器毁掉了 王清俊还没有本命法器 王长生打算为他们炼制本命法器 增强他们的实力 方便他们猎杀妖兽 当然了 他不是免费的 炼制本命法器需要一大笔功德点 要从他们的功德典里扣 除此之外 王长生也是想借此练手 提高练气水平 他身上带着一些三阶的水属性练气材料 可以出售换灵石 这些材料是炼制山海珠的材料 他不会轻易出售 那切身就先谢过王道友了 王道友稍等片刻 切身这就叫人把东西拿来 李越取出一面蓝色玉盘 在上面一阵笔画 他和王长生闲聊了起来 他并没有打听王长生的来历 而是给他介绍金玉楼的商品 从妖兽材料到法宝 金玉楼都有出售 王长生惊讶地问道 贵店也有法宝出售 价格几何 这要看王道友想要什么属性的法宝了 这是价格表 王道友仔细看一看 价钱好伤了 李越取出一只巴掌大小的蓝色玉盘 打入一道法掘 玉盘亮起一阵耀眼的蓝光 一道蓝光从中飞出 化为一把青色飞剑虚影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清月剑 一阶下品法宝 用六种三阶材料 加上其他材料炼制而成 底价55万 我想要谁属性的法宝 公鸡类的 李越在蓝色玉盘上一阵笔画 青色飞剑虚影一个模糊 变成了一把蓝色小锤 小锤上面有一个月亮图案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蓝月锤 一阶中品法宝 底价60万 王长生摇了摇头 蓝色小锤一个模糊 变成一盏蓝色令旗 旁边有一行小字 金水旗 一阶上品法宝 底价70万零食 王长生连续看了几十件谁属性法宝 这些法宝样式各一一 品阶不一 品阶越高 价钱越高 王长生买不起 只是看一看 汪如烟神色不改 心中暗暗惊讶 南海不愧是修仙界的发源地 一件法器都能弄出花样来 过了一会儿 刚才的中年男子走了上来 手上捧着一枚蓝色的储物珠 神色恭敬 他将储物珠交给李越 躬身退下了 王道友 这是你要的东西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李越将储物珠递给王长生 热情地说道 王长生神识一扫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痛快地父亲临时 带着汪如烟离开了 回到住处 王长生立刻着手炼制本命法器 他取出一块尺许长 寸许厚的黑色铁块 抛到半空中 张开喷出一股蓝色的丹火 将黑色铁块包裹起来 黑色铁块 是南海特有的金属材料含铁 是炼制飞剑的上好材料 王长生打算先为王青山炼制一剑本命法器 增强王青山的实力 第477章 出海 第一更 两个多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王长生盘坐在蒲团上 一把两尺来长的青色飞剑 和一杆红色令旗 悬浮在半空中 剑柄上雕刻着一条青色小鱼 剑身上有一些淡青色的灵纹 整把飞剑散发出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 红色令旗表面照着一层红色霞光 旗面上隐约可见大量玄傲的符纹 青鱼剑和火云旗 炼制青鱼剑的时候 加入了一些青鱼类 青鱼类是南海特有的一种炼气材料 可以增加法器的韧性 火云旗用三节火云锡的兽皮 一块火锡木和多种材料炼制而成 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顺利炼制出两剑本命法器 王长生单手一招手 青鱼剑和火云旗飞入他的手上 轻轻一挥青鱼剑 响起一阵清脆的剑鸣声 火云旗轻轻一挥 一大片赤色火光凭空浮现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收起青鱼剑和火云旗 走了出去 王长生四人住在一座幽静的院落内 院内有一座青色阁楼 汪如烟 王青山和王清俊正在食厅里喝茶聊天 王青山和王清俊这段时间 经常去厅女楼 你们聊什么呢 王长生从楼上走了下来 随口问道 久说 我们对南海修仙者猎杀妖兽的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 不过我们的人数太少了 猎妖队伍少则七八人 多则数十人 王青山如实说道 王长生点点头 手掌一翻 青鱼剑出现在他的手上 笑着说道 青山 这把青鱼剑 是我为你亲手炼制的本命法器 你看看如何 本命法器 王青山接过青鱼剑 神色有些激动 他手持青鱼剑 朝着虚空一挥 剑身快速掠过空气 响起一阵清脆的剑鸣声 王青俊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羡慕的神色 好剑 谢九说 王青山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 称谢了一声 你可别谢我 这把青鱼剑不是白给你的 要从你的功德典里扣除 青鱼 这面火云旗是给你的 也是本命法器 也要从你的功德典里扣除 等你们炼化本命法器 咱们再去猎杀妖兽 王长生取出火云旗 递给王青俊 王青俊接过火云旗 称谢了一句 神色异常激动 猎妖队伍里的修仙者 最低也是铸击三层 有了本命法器 他的实力提高了不少 闲聊了两句 王青山和王青俊就退下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返回住处 炼化本命法器 娘子 这套飞针你拿去炼化吧 王长生取出十三枚蓝色飞针 递给汪如烟 这套飞针炼入了三阶材料 威力比上品法器还要高 汪如烟也不客气 收下了这套飞针 夫妻二人闲聊了一会儿 回房修炼了 七日后 王长生四人离开了临别方式 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王长生收敛法力波动 在筑机修饰眼里 王长生只是筑机七层 两个多月后 某片海域 一道蓝光快速从高空掠过 蓝光赫然是一艘蓝色飞针 王长生四人站在飞针里面 他们转悠了两个多月 一只妖兽也没有猎杀 倒是遇到了机队猎妖队伍 王长生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法爵一变 一道法爵打在蓝色非洲上面 蓝色非洲光芒一掌 加快了速度 一个时辰后 一座长方形的岛屿 出现在王长生四人的视线内 十几只体型巨大的金色乌龟 躺在沙滩上 正在晒太阳 此龟鱼手龟身 大得有树杖大 小得不过杖许大 王长生四人一出现 一只金色乌龟 发出一声怪吼 所有的金色乌龟纷纷翻身 朝着海里冲去 他们的速度极快 王长生一抬手 黑胶旗从中飞出 滴溜溜一转 旗面 绽放出刺目的灵光 瞬间障大到障许大 他手持黑胶旗 轻轻一晃 无数的蓝色光点 在沙滩上浮现 化为一堵树丈高 十几丈长的蓝色水墙 挡住十几只金色乌龟的去路 汪如烟寄出一把青色琵琶 玉指快速掠过琵琶弦 一股青色音波席卷而出 击向十几只金色乌龟 王青山双肩一耸 一阵清脆的剑鸣声响起 九把青色飞剑 从剑匣之中飞出 快速合为一体 化为一把五丈长的青色巨剑 散发出一股凌厉的剑意 青色巨剑一个盘旋 斩向金色乌龟 王青俊则寄出一只巴掌大的红色瓷瓶 瞬间胀大 喷出数十颗西瓜大的赤色火球 砸向十几只金色乌龟 十几只金色乌龟 触碰到青色音波 纷纷倒飞出去 他们落在沙滩上 尚未翻过身子 数十颗赤色火球 激射而至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暴鸣声响起 数十颗赤色火球 砸在金色乌龟身上 化为一大片赤色火海 淹没了他们的身影 一道青色长虹飞来 一闪即逝的 没入赤色火海之中 传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汪如烟的玉指 快速掠过琵琶弦 十几道门板长的巨型锋刃 激射而出 争先恐后的 墨入赤色火海之中 响起一阵闷响 一阵怪吼声响起 赤色火海之中 亮起一阵耀眼的金光 火焰狂闪而灭 树枝金色乌龟倒在血泊中 大部分金色乌龟完好无损 身上照着一道凝厚的金色光照 王青山法爵一掐 青色巨剑绽放出刺目的青光 上百道青色剑气 从中飞出 青色剑气 斩在金色光照上面 响起一阵雨打芭蕉的闷响 王青俊目中 荔色一闪 一道法爵打在红色葫芦上面 红色葫芦表面浮现出 无数的红色符纹 喷出一股粗大的赤色火焰 淹没了数只金色乌龟的身影 三个呼吸过后 赤色火焰溃散不见了 金色乌龟将脑袋缩回了 坚硬的乌龟壳之中 乌龟壳表面照着淡淡的金光 王青山驱使青色飞剑 斩在龟背上 响起一阵闷响 王青山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金色乌龟的防御居然这么强 若是用重量型的法器攻击金色乌龟 纵然能斩杀它们 龟壳破碎之后 可卖不出高价 龟类妖兽的龟壳 是炼制防御法器的上好材料 王长生法爵一掐 黑骄旗快速向金色乌龟飞去 轻轻一晃 一大片蓝色光点浮现 化为一大片蓝色清水 淹没了金色乌龟的身体 他们触碰到清水 以为回到了海里 纷纷伸出了脑袋 十几枚蓝光激视而来 一闪即逝地洞穿了金色乌龟的脑袋 数只金色乌龟倒在了血泊中 十几道蓝光一个盘旋 飞回汪如烟的手上 赫然是十三枚蓝光闪闪的飞针 正是王长生给汪如烟的那套飞针 王长生祭出收魂瓶 收走了十几只金色乌龟的金魂 他操控蓝色非洲降落在沙滩上 王青山和王青郡走出蓝色非洲 处理妖兽材料 四只二截妖兽 十三只一截妖兽 九叔 南海的妖兽资源也太丰富了吧 王青郡有些兴奋地说道 他们在万蛇谷转悠数个月 也未必能猎杀到四只二截妖兽 出海两个月 收获超过他之前大半年的收入 王长生微微一笑 道 南海的妖兽资源是丰富 不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次是我们运气好 若是运气不好 转悠一年也未必能猎杀一只妖兽 处理完妖兽材料 蓝色非洲载着王长生四人 向高空飞去 消失在天际 第478章 减便宜 第二更 两年后 一片海浪翻腾的湛蓝海域 某座椭圆形的岛屿 王长生四人 正在围攻十几只通体白色的巨蟹 白色巨蟹大小不一 大的有三四丈大 小的只有丈许 他们口喷白色寒气 双眼能射出白色光柱 白色光柱系在傀儡兽的身上 傀儡兽迅速结冰 化为冰雕 说是围攻 只是汪如烟三人攻击白色巨蟹 汪如烟抱着一把青色琵琶 欲止不停地拨弄琵琶弦 一阵阵低沉的琵琶声响起 一道道巨型风韧飞出 斩在白色巨蟹的身上 响起一阵金属相撞的闷响 王清俊驱使红色葫芦 喷出滚滚烈焰 淹没了十几只白色巨蟹 不过很快 赤色火海之中 亮起一阵耀眼的白光 赤色火焰飞快消散了 十几只白色巨蟹的身上 罩着一层厚厚的冰霜 散发出一股刺骨的寒意 数百把青色飞剑将它们团团围住了 隐约组成一套剑枕 给我斩 王清山一声冷喝 法觉一变 数百把青色飞剑晃动不停 纷纷发出清脆的剑鸣声 一大片青色剑气飞出 从四面八方斩向十几只白色巨蟹 坑坑的金属相撞声不断 密密麻麻的青色剑气 陆续斩在白色巨蟹的身上 纵然白色巨蟹防御强大 也架不住无数青色剑气的攻击 体型最大的白色巨蟹 发出一声怪鸣 体表冒出一大片白色寒气 身上多了一件白色铠甲 快步朝着剑阵冲去 王清山轻哼了一声 法觉一变 无数的青色剑气合为一体 化为一把十余丈长的青色剑气 带着一股惊人的剑意 斩在这只白色巨蟹身上 一声淒厉的惨叫 这只白色巨蟹 被青色剑气斩为两劫 王清俊和王如烟加大了攻势 没过多久 十几只白色巨蟹都被斩杀了 王长生祭出收魂瓶 收走了妖兽惊魂 王如烟 王清山和王清俊三人处理妖兽材料 他们在珊瑚海域猎杀妖兽两年多了 相互之间配合娴熟 处理完妖兽材料 王长生放出蓝色飞舟 载着他们向高空飞去 他们还没飞出多远 王长生眉头微皱 法觉一掐 蓝色飞舟停了下来 一道红光出现在天际 红光的速度极快 直奔王长生三人所在的位置飞来 王长生双目一眯 看清楚了红光的真容 赫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双手突就 看其气息 赫然是三阶下品妖情 此妖身上淋雨掉落了不少 幼族被戾气斩断了 三阶妖前 王清山脸色微变 惊讶道 他们在珊瑚海域转悠了两年 还从未遇到过三阶妖兽 王长生心中一阵窃喜 二话不说 击出一只巴掌大的黄色葫芦 一道法觉打在上面 黄色葫芦滴溜溜一转 体型暴涨 呼啸声大起 无数的黄色细沙从中飞出 灵光闪闪 正是九曲神沙 王长生法觉一掐 黄色细沙滴溜溜一转 化为数百枚黄色土剑 铺天盖地的鸡向双手突就 双手突就发出一声怪鸣 巨大的翅膀狠狠一拍 上百颗赤色火球一闪而出 轰咚咚 上百颗赤色火球跟黄色土剑相撞 爆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黄色土剑被击杀得粉碎 数百枚灵光闪闪的金色手镯飞来 直奔双手突就而去 双手突就翅膀狠狠一拍 快速飞到高处 避开了数百枚金色手镯 就在这时 一颗房屋大小的巨型雷球 激射而来 速度极快 巨型雷球表面充斥着大量的蓝色电弧 巨型雷球的速度极快 一个闪动就到了双手突就的面前 双手突就两颗脑袋纷纷张嘴 各喷出一道粗大的赤色火焰 击向巨型雷球 轰隆隆的巨大轰鸣声响起 两道赤色火焰将巨型雷球机的粉碎 蓝色电弧和赤色火焰交斥 一股强大的气浪向四周席卷开来 一道金光骤然在双手突就的头顶浮现 现出一枚巨大的金色手镯 瘦 伴随着王长生一声落下 金色手镯快速落下 套住了双手突就的两颗脑袋 金色手镯表面亮起无数的符纹 快速缩小 将双手突就的两颗脑袋束缚起来 一颗房屋大小的巨型雷球砸来 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一大片蓝色电弧淹没了双手突就的身影 王长生发觉一掐 黄色细纱滴溜溜一转 化为上百把黄色飞刀 一闪即逝的没入蓝色电弧之中 双手突就从蓝色电弧里坠落出来 快速向海里坠去 他的腹部血流不止 被两颗脑袋也被斩了下来 尸首分离 死得不能再死 王长生能灭杀这支三阶下品妖情 一来此妖受伤了 妖力所剩不多 二来有九屈神杀这件法宝 当然了 没有九屈神杀 王长生施展灵术 也能灭杀此妖 王如烟祭出一张白色网兜 罩住了双手突就的尸体 不让他掉入海里 王长生祭出收魂瓶 收走了此妖的惊魂 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双目一眯 朝着远处望去 一道清光和一道红光 从远处天际飞来 速度极快 结单修饰 小心戒备 王长生眉头一皱 面色有些凝重起来 他没有猜错的话 对方是在猎杀双手突就 可惜让他捡了一个便宜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若是对方的修为太高 王长生不介意 交出双手突就的尸体 他单手一招 收起两件法宝 没过多久 两道顿光就停了下来 清光是一名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 红光是一道体态风云的红裙少傅 两人的气息略显微米 他们显然经历了一番争斗 红裙少傅手上握着一把红色短刃 刀刃上粘着一些血迹 中年男子是结单三层 红裙少傅是结单一层 咦?陈道友?好久不见 王长生看到中年男子 眼中掠过一抹惊讶之色 笑着打了一声招呼 中年男子正是慕容阁的阁主陈一龙 王长生跟陈一龙猎杀过三街妖兽 原来是王道友 好久不见 陈一龙笑着说道 他嘴唇微动了几下 红裙少傅脸色一缓 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冲王长生说道 原来阁下就是夫君一直挂在嘴上的王道友 妾身孙红裕 见过王道友 陈夫人谬赞了 你们再追杀此妖吧 在下动手斩杀了此妖 收走了此妖的惊魂 其他的东西没动 娘子 把双手突旧的尸体 还给陈道友 王长生不过是结单一层 还带着汪如烟三人 若是打起来 他占不到什么便宜 汪如烟手腕一抖 白色网都向陈一龙飞去 陈一龙眼中亚瑟一闪而过 笑着说道 王道友说笑了 此妖是你斩杀的 陈某可不能收 第479章 救雇人 第三更 他们夫妇围剿一群妖情 斩杀了一只三阶下品妖情 让另一只三阶妖情逃走了 王长生是他的救时 又主动想让 最重要的是 王长生认识万剑门的人 陈一龙自然不会占王长生的便宜 陈道友客气了 若不是你们打伤此妖 王某未必能捡到这个便宜 咱们是救时 陈道友就不必客气了 这样 妖丹归我 双手突救的尸体归你 王长生不好做得太过分 若不是陈一龙夫妇打伤了此妖 他未必能如此轻松斩杀此妖 他收走妖丹 把双手突救的尸体给了陈一龙 双手突救的尸体能卖数万零食 盛情难却 陈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陈一龙也不客气 收下了双手突救的尸体 王长生得了妖兽惊魂和妖丹 收获很大 相逢集市员 王道友 若是不介意的话 到我们慕容阁做客 如何 陈一龙热情地邀请道 语气诚恳 王长生思量片刻 摇了摇头 道 多谢陈道友的美意 我们还有其他事情 改日有空 一定登门拜访 好吧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王道友 再会 陈一龙和孙红玉化为两道顿光 朝着高空飞去 没过多久 两道顿光就消失不见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 王长生法觉一掐 蓝色非洲光芒一盛 朝着高空飞去 卫国 清廉山庄 某座幽静的院子 赵正站在院门口 神色焦急 王清智 齐珊珊 王清阳站在一旁 神色都有些慌张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一名中年妇人快步走了出来 满脸堆笑地说道 恭喜啊 赵正 清庆给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婶子 清庆没事吧 赵正关切地问道 他更关心王清庆的情况 没事 母子平安 你想好孩子的名字没有 赵正松了一口气 笑道 我和清庆商量过了 男孩就随我姓 就叫赵紫玉吧 恭喜啊 姐夫 王清智和王清阳 纷纷开口道喝 过几天 咱们再好好喝一杯 我先进去看一看清庆 赵正笑着说道 快步向院内走去 王清智和王清阳对视了一眼 互相点了点头 赵正是出了名的好丈夫 王清庆算是找到一位好归宿了 要是爹娘知道大姐产子 肯定会很高兴 是啊 爹娘不在 咱们要好好照顾这个外甥才行 南海 珊瑚海域 某片一望无际的海域上空 一艘蓝色非洲 快速从高空掠过 王长生站在蓝色非洲前端 眉头微皱 自从上次斩杀了一只三街妖琴后 他们大半年 没有碰到一只妖兽了 南海的妖兽资源丰富 不过猎妖队伍很多 经常可以看到其他的猎妖队伍 好在王长生四人并没有遭到其他猎妖队伍的攻击 王长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法掘一掐 蓝色非洲停了下来 十几道颜色各异的顿光在前方天际出现 快速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飞来 在十几道顿光后面 有两道青色光点 青色光点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追上了两道顿光 两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十几道顿光的速度极快 没过多久 他们就出现在王长生对面摆仗开外的地方 赫然是一队猎妖小队 带头的是一名助击九层的中年男子 最低则是助击四层修士 他们满脸惊恐 似乎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 两只体型巨大的青色巨雕 追在他们身后 赫然是两只三接下品妖情 飞行速度极快 看到王长生 中年男子先是一愣 随即面露喜色 急忙喊道 王前辈 后面有两只三接妖情 快撤 中年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夜郎 王长生眼珠子一转 笑道 不过是两只三接妖情而已 没什么好怕的 他已经今非昔比 不但修炼出灵术 还有两件法宝 夜郎已经是助击九层 将来说不定能进入截单期 王长生不介意提前结下一份善缘 他一抬手 一道金光和一道黄光飞射而出 正是金刚卓和九屈神沙狐 金刚卓一个模糊 幻化出数百枚一模一样的金刚卓 铺天盖地地砸向两只三接妖情 九屈神沙狐快速长大 喷出无数的黄色沙粒 化为数百把黄色飞刀 气势汹汹地展向两只三接妖情 两只三接妖情不敢怠慢 翅膀狠狠一扇 两股轻萌萌的飓风飞出 快速朝着对面席卷去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数百枚金刚卓 将两股青色飓风机的粉碎 青色巨雕双翅狠狠拍打 无数的轻光在虚空中浮现 化为数百枚巨型锋刃 迎向金刚卓 轰隆隆的爆鸣声不断 气浪滚滚 一颗房屋大小的蓝色雷球迎头砸下 化为一大片蓝色电弧 淹没了一只妖情的身影 王长生一抬手 黑胶旗飞射而出 滴溜溜一转 瞬间长大十几倍 无数的黑色雾气从中飞出 化为一堵巨大的黑色雾墙 挡住了夜狼等人的视线 王长生化为一道蓝色顿光 一闪即逝地 没入黑色雾墙 两只三接妖情 从一左一右朝他扑来 双翅挥动间 清光闪烁 王长生淡然一笑 右手朝着左侧 虚空一拍 一只青色巨雕头顶虚空一阵扭曲变形 出现一个数丈大的蓝色漩涡 一只巨大的蓝色巨掌从中探出 蓝色巨掌表面充斥着大量的蓝色电弧 飞快拍下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这只青色巨雕 快速朝着下方坠去 血流不止 左翅折断 灵术朱灵掌 施展一次 消耗王长生五分之一的法力 这还是王长生法力比较精纯的缘故 换了其他结单一层修饰 一记灵术 恐怕就要消耗施法者四分之一的法力 青色巨雕尚未坠落到海里 奋力地拍打着翅膀 向高空飞去 他的左翅折断了 飞行速度大不如前 行动不变 痴痴地破空声大响 数百把黄色飞刀铺天盖地的急事而来 青色巨雕口中 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声 一股轻萌萌的鹰波飞出 数百把黄色飞刀 积在青色鹰波上面 化为一大片黄色细沙 第四百八十章 三接妖兽的消息 第一根 下一刻 黄色细沙滴溜溜一转 化为一只数丈大的黄色巨拳 朝着青色巨雕砸去 一颗房屋大的巨型雷球 从天而降 气势汹汹地 砸向青色巨雕 青色巨雕翅膀狠狠一扇 朝着左侧飞去 就在这时 巨型雷球骤然爆裂 化为一轮蓝色胶羊 将方圆几十丈都笼罩在内 青色巨雕躲避不及 被蓝色胶羊笼罩住 发出一世凄惨的叫声 黄色巨拳 趁时没入蓝色胶羊之中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青色巨雕从蓝色胶羊之中 跌落出来 它的气息为米 踢表一片胶黑 冒着一股热气 淋雨掉落了不少 看起来十分狼狈 痴痴地破空声 从蓝色胶羊之中传出 数百把黄色飞刀击射而出 洞穿了青色巨雕的身体 青色巨雕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从高空坠下 另一只青色巨雕 见此情形 一个盘旋 以更快的速度 朝着某个方向飞去 王长生正要出手阻拦 它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没有再出手 祭出一件网兜法器 照住青色巨雕的尸体 另一只青色巨雕的速度极快 三个呼吸不到 就在数百丈之外 一道金光和一道红光出现在天际 迎面飞来 青色巨雕正好撞上金光和红光 金光一胜 一大片金色剑影席卷而出 展向青色巨雕 青色巨雕拍打着翅膀 释放出一股十几丈高的青色飞风 轰隆隆的轰鸣声响起 青色巨风被击得粉碎 趁此机会 青色巨雕翅膀一拍 一个盘旋 改变了方向 红光大圣 一大片赤色火焰飞出 化为一只体型巨大的赤色火鸟 扑向青色巨雕 一道耀眼的红色光注激射而来 准确击在青色巨雕的身上 青色巨雕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速度减缓下来 赤色火鸟加快速度 撞在青色巨雕的身上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一大片赤色火焰淹没了青色巨雕 一道金色长红闪电般 没入赤色火海之中 青色巨雕从赤色火海之中坠落出来 王长生收起法宝和青色巨雕的尸体 两道顿光也飞了过来 一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 结单五层 一名矮胖的红袍老者 结单六层 他们的衣袖上 都绣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黄色蛟龙 这是黄龙岛的标志 黄龙岛是珊瑚海域四大势力之一 有原因修饰坐镇 实力强大 红袍老者的目光落在王长生身上 陈生问道 你们可遇到一名红山青年 他一抬手 一只红色海螺飞出 滴溜溜一转 喷出一道红光 献出一名面容白净的红山青年的身影 此人是结单六层修士 试杀成性 是我们黄龙岛通缉的对象 知情不报者 严惩不待 故意隐瞒情况的人 以同党论处 杀无赦 主动报告其下落者 重赏 此人的人头 悬赏五十万零食 王长生摇了摇头 道 两位道友 在下并未见过此人 两位前辈 我们也没有见过此人 叶朗等人 纷纷开口说道 红袍老者取出一面红色小镜 对准叶朗一照 一片红色霞光飞出 照住叶朗的脸部 并无异常 此人懂得易容之术 我们只是例行检查 没有恶意 红袍老者一一检查 连王长生也没有放过 红色镜子并没有任何异常 看来那个贼子不在里面 走 咱们继续追 你们小心一些 此人试杀成性 碰到此人立刻就跑 红袍老者丢下一句话 和同伴化为两道顿光破空而走 王长生眉头微皱 心中暗道 杰丹五层的修士试杀成性 南海还真是乱 拍卖会快要开始了 他要动身前往金龙岛 参加拍卖会了 他望向叶朗 笑道 叶小友 好久不见 下次再见到你 恐怕就要称呼 你为叶道友了吧 叶朗陪着笑脸 解释道 前辈说笑了 杰丹哪有这么容易 这次多亏了前辈 若非如此 晚辈等人就危险了 多谢前辈的救命之恩 他冲王长生功身一礼 神色恭敬 多谢前辈的救命之恩 猎妖队伍的其他修士 纷纷给王长生行礼 异口同声地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你们也听说了 这里并不安全 快点回去吧 王长生就要驱使蓝色非洲离开 叶朗叫住了王长生 前辈且慢 晚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告诉前辈 王长生这次救他 可以说是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下次可就未必了 能跟一位杰丹修士攀下关系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帮助 何事 叶朗传音说道 晚辈发现了一只三阶火灵屯的巢穴 若是前辈信得过晚辈 晚辈愿意给前辈带路 叶朗做出这个决定 也是鼓足了勇气 这个消息 他也可以卖给大商铺 不过那样 顶多得到一笔零食 王长生主动出手救下他们 可以看出 王长生的为人品性不坏 叶朗想要巩固跟王长生的关系 把这个消息告诉王长生 最合适不过了 火灵屯 知道火灵屯的具体品质吗 他的巢穴 知情的人有多少 火灵屯的体型较大 是南海比较少见的妖兽 此妖浑身都是宝 其内丹是炼制三阶丹药三元丹的主材料 三元丹是一种疗伤丹药 价格昂贵 火灵屯的巢穴 是晚辈无意中发现的 目前只有晚辈一人之前 他的巢穴就在珊瑚海域 至于他的品阶 应该是三阶中品 甚至更高 王长生的神色有些失望 若是三阶下品妖兽 他或许还敢去猎杀 三阶中品的火灵屯 他未必是对手 火灵屯生活在海里 根本不会上岸 没有三阶正旗 无法困住此妖 三阶正法起步价三十万灵石 好一点的 要六七十万灵石 价格昂贵 这并不奇怪 三阶正法 主正旗最低也是法宝雏行 负正旗是上品法器 一些好的三阶正法 主正旗就是一箭法宝 好吧 你带我们去看一看 若真的是三阶火灵屯 老夫不会亏待了你 叶朗答应下来 跟同伴叮嘱了几句 就跟王长生离开了